我想當年在訂九九課綱的時候呢 這個十二年國家也可能沒有這麼的一個成熟的想法出來 所以時空在變呢 我們給孩子的東西呢 可能也都是持續的一個需要做 時空在變的話呢 我們很多東西呢 也是持續要跟著變 才能夠讓孩子們的一個學期呢 能夠跟得上這個時代 所以今天在早上的第一個單元的話呢 我們請這個鄭教授呢 來幫忙介紹一下就是 我們這個整個課綱的一個擬定當時候的一個精神 還有修正的一個重點是在哪裡 那在早上的第二個 第二段的話呢 是由這個楊都學呢 來介紹職業學校本位課程 那下午的話呢 我們就非常感謝 屏東海市 還有嘉義家子 還有張士大復工呢 三個學校的這個校長還有主任呢 來幫我們 就是跟大家做一個經驗的一個交流分享 那我想借助這個平台的話呢 能夠讓我們的一個課綱在實施的時候呢 更能夠切合這個食物上的一個需求 也切合這個時代上的需求 那我們今天呢 除了感謝鄭教授之外的話呢 我們也感受這個鄭主任呢 還有我們工作圈的這個夥伴呢 為大家來準備這些東西 那我想我們台科大教學資源中心的話 是一個平台為大家來服務的 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呢 也盡量提供給我們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鄭教授 各位校長 各位主任 大家早安 那我會很快的啊 利用大概40分鐘到50分鐘啊 針對我們這個 我們所謂的九九課綱啊 他當初規劃的一個精神 還有一些狀況啊 跟各位做的報告 那我想我們這個群學課程綱要 已經實施一年了 已經實施一年 基本上該出現的問題都已經出現了 有一些狀況的我們 像我們工作圈這邊都有掌握 各群裡面有一些建立上來的 我們這邊會在積極的處理 那基本上課綱的一個整個精神啊 是不變的不動動的 那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啊 我們在想辦法 看能不能夠把它微調到 讓各群啊都能夠滿力 那我今天會針對我們 我們請貨課程綱要 他的一個修訂的理念 修訂的特色 還有他的內容 還有我們這一個 跟我們當初的九五站綱的一個差異性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那針對我們這個請貨課程綱要推動之後 部裡面有哪些配套措施啊 再執行 我們九九克綱啊 我們這個還是習慣講九九克 九九克綱跟九五站綱 當然九九克綱 在九五站綱一試試之後啊 就開始進行一個修訂的工作 既然九五站綱 站綱就是一個佔形綱要 等於是一個試用版 那試用之後啊 能夠同一個試用過程裡面啊 找到一些問題 拿作為新的正式的課綱的一個基礎 所以當在修訂的時候 事實上有兩派的看法不一樣 兩派的學者 那些看法不一樣 有一派就認為說 既然要修 就要整個大歡 就要把這個 九九克綱要跟九五站綱 做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區別 然後把它翻掉 這樣才可以啊 達到這個克綱的一個 花那麼多錢的一個目的 但是也有很多校長 很多主任提出說 你現在九五站綱已經在走了 學校為了配合這九五站綱 很多的科目啊 可能已經都聘了老師了 那你現在突然要把它大歡休 當然這大歡休可能在 重點在一般科目那邊 到底這個自然領域要多少學分 社會領域要多少學分 到底是不是每個科目都要修 要怎麼修 那這東西變動的話 影響的不是我們想那麼簡單 我們想我們這邊開會 把它動個一學分兩個學分就好 那一動的可能就是差 一個學校可能差幾個老師 你這樣把我差 這個東西差一個學分 我全校五十四個班 我就差五十四個學分 五十四個學分我就差三個老師 那我現在拼見老師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就在大修跟微調之間 做了很大的一個溝通 那當然最後還是做了一個微調 沒有做很大的一個變動 但是基本上 就是配合大家的一個需求 有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修訂了一個理念 第一個 要務實支援加強專業的技術能力 現在炎長壽先生講的說我們高職的教育失敗 其實也不能完全歸咎於高職 現在的高職跟我們當初我們在大隊行業的高職 已經完全不一樣 好像在座很多像主任跟我們一樣一起走過 大隊行業的一個年代 我們那個時候是以就業準備 高職是所謂中典教育 是就業準備的 所以那個時候 你一個禮拜可以排兩天 我都沒機會 十二節到十四節的一個實習課 你畢業之後就是馬上要就業 那時候就業之後 因為升學沒有什麼升學路 那時候就去台北工專高雄工專 後來才有我們所謂的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出來 而且那時候規定你要當兵回來 要有工作機能才可以考 所以那時候是中典教育 所以你整個課程規劃一定是朝就業準備方向 那自從民國八截 開始我們整個大專 廣社科技大學廣社技術學院之後 高職已經很大一部分已經變成了 他是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的一個先修教育 就跟我們高中是大學的先修教育一樣 那這個時候 實際上我們高職就很為難 不像普通大學 普通大學反正學生就升大學嘛 所以我的目標很明確 我的課程上面 但是我們又要兼顧升學 又要兼顧就業 我剛剛完全好 事實際上如果在一個學校裡面 同一個課裡面是很困難的 我想大家如果聽過很多國中老師講 有些國中同學 因為國中是醫護教育 不能 你才能分班 不能那個能力分班嘛 一班裡面有人想考 前三志願的 有人想要打鬼或摸魚的 那老師有些不讀書的同學 就會影響到要講讀書的同學 那同樣道理 我們在高職裡面 如果我這一科我這一班裡面 我要兼顧升學又要兼顧就業 事實際上是很難的 那當然如果說我每一科 我這一科 升學導向 這一科就會導向 在校本科目那邊把它做去 那當然是可以的 那我們也很擔心說 我們整個高職如果是朝向 現在大概80%到90%的高職員 是往升學入職的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全部朝向 升學導向 然後上了科目 全部升學科目的話 那我們高職特色何在 那我們就會變成延長壽先生講的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高職的學生 還是需要 以他專業能力 不管是專業科目 不管是技術在那邊 他還是要去學 只是你學的恐怕就不需要 也沒有辦法像我們就業準備那麼精 我們以前就業準備 為了就業準備 我們一個禮拜上12節14節的課 所以我現在可能一個禮拜 只有5節只有7節 你還是要動手做 只是你可能不到那個精手的 以前我們要求是要到精 精手的程度 畢業之後馬上可以就業 那我們現在我們要求不是 我們要求是你要 你要會 你要懂 但是你不是馬上就業 你是要進到科大那邊再去進修 那這懂得可能 將來你就是不是做技術工人 我們人力人素質 可能將來做的是一個領班的工作 甚至於我們希望你將來做的是一個 是一個幹部的工作 而且現在的一個 基本上講 我們技術工人的需求 相對講 動手做的操作的 人力的一個需求比較低 反正中間階層要不要多 很多的一個 以前靠手做的東西 現在是需要靠電腦什麼來操作 所以本來人力的素質就要提升 所以我們為了 為了兼顧這麼多的目的 而且又要保有我們職業學校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要加強他們的一個專業技術能力 那這個就我們在規定他們畢業資格上面的專業科目上面 我們就做了要求 第二個我們是能力本位核心 就當初在課綱的一個規劃的時候 我們先請他們做能力的分析 就是我這一科的學生 我這一群的學生 他畢業之後他應該具備哪些能力 那這些能力列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發展我們的課綱 也就是說你不能再說我老師會教什麼 我就編什麼 對 我就認為應該上什麼 你要看這個社會上 這個職場上他需要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再來定好之後再往回來看 我們應該教什麼課 像我們電子我們以前 找的電子用真空管用什麼 你現在不可能再教真空管 像我們在 但是這個是我們最 我看到在課上面最困難的一點 很多的產業的技術在轉變 但是很多的這篇科學生認為說 這個東西還是基礎的還是要學 可是學生寫了之後是完全用不到 甚至他在外面這樣來教什麼 他完全看不到這種東西 因為我經歷來講 我常常在審的教科書 在講漢階 漢階漢階漢 漢階漢是最基礎的 這個一定要教 寫了一大堆 所以我每次在審的時候 教漢階漢幹嘛 現在漢階漢在外面 完全用不到 現在連手工電箱都沒有用 現在用的都鐵骨啦 米骨啦 Plasma啦 雷射啦 你要這樣叫起來 這個是基礎一定要教 未必啊 我覺得未必 就像講你現在電子科老師 會在教真空管嗎 你說這個是我們這個 這個十足啊 我們應該要學會這個 應該不會啦 應該不會 現在就算你去部隊的話 部隊長官教你殺人 不會再教你從射箭開始 丟石頭開始說 這個最早的殺人都用丟石頭 然後再用射箭 交完之後我們再這樣用槍 直接就交槍就好了嘛 所以我們這一個 用能力本類 為何先來規劃我們的課綱 這樣才能夠符合我們 企業產業的一個人力需求 那我們這樣講 我們呼應企業產業的需求 就像這樣講 我們已經不是就業準備 所以我不是培養這個學生 立即就業的能力 我要培養這個學生是 將來就業的能力 所以他具有這邊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數理的能力 基本的專業能力 他進到科大進到技術學院機 在進修之後 他將來進到這個職場 有辦法去升任 我想講說學生你在高職 你機械科 你不教CNC車床 不教這些相關的東西 CNC起床啦 他進到台科大練畢業之後 他進到職場裡面去 他可能是一個生產線的一個領班 或是生產線的一個工程師 他看到CNC他也不知道 不曉得CNC怎麼操作 那你說你怎麼要去代理 怎麼要去管底下人 你怎麼要去管制這個生產流程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 他是就業準備 不是就業導向 但是不是立即就業的準備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思考 在我們落實證照制度 就我們證照 希望我們的課程裡面 很多新開發出來的課程 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有證照 因為我們整個課綱修改之後 有很多群他們可能會產生很多新的科目 像我們比較不懂 像了解土木建築群 他們都說我們這些怎麼測量 很多相關的 儀器的改變技術的改變 所以他新的科目出來 我們希望說這些新的科目 能夠相對應的 這個技能檢定的一個職群 技能檢定的一個職類產生 所以我們鼓勵 各群你新的科目 新的技術出來之後 能夠去跟中辦那邊申請 開發新的技能檢定的一個項目 像很多群我知道很多群 都在這方面做個努力 所以這是我們整個課程修訂的理念 那我們這次九九課綱修訂 跟這個之前課綱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九九課綱修訂的時候 他有三項的一個基礎研究 同時在進行 那當然各位覺得很奇怪 我們當時有接受說 應該是把這個基礎研究做完之後 然後做我們九九課綱修訂的一個基礎 先做研究說這個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九九課綱再修訂 但是因為那時候時間來不及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是兩邊同時在並行的 也就這一邊在修訂九課綱 那這邊的基礎研究在做 然後他們做出來的成果 在跟課綱小組這邊隨時在溝通 他們做出來有什麼地方 需要我們這邊課綱小組來配合 來做修訂的 那時候我們做三個基礎研究 一個是先進國家技職交易課程改革方向的研究 也就到底其那些國家 他們的技職交易的一個課程改革是怎麼做的 那基本上我們坦白講 其他國家的技職交易做的沒有比我們好 所以參考他們事實上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再來講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就他們講的 中高為什麼在美國做得很好 來到台灣之後就 水土不符 你要知道中高那個適合是在地廣人西 那我這個比方說我這個州啦 我這個郡啦這個鎮 就只有一所高中 對不對那學生 第二所高中在這邊距離100公里的地方 然後也不像我們這邊 對不對出門散步就有一所學校 那這樣我這沒辦法 因為我這邊學生有想要 念職業學校我想念普通高中的 那用中高讓他們來念 那我們台灣不一樣 你看台北市高中高子就多少所 大台北市啊 對不對五六十所以上啊 搞不好還不止 所以學生你要讀高中高子很容易可以選擇嘛 所以在我們台灣就沒辦法 而且在台灣這種 升學導向的一個狀況之下的話 實際上我們的中高課程 已經在台灣是適應不大 適應不大量的 有些學校還是可以辦得很好 但是大部分的學校辦起來 我是覺得是 漸漸發現他們不是很適應 再來我們要 從勤科能力去做一個 課綱發展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要建構勤科能力指標 你說個群的能力 剛剛講個群到底他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我的學生畢業的時候 到底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這部分啊 我們再做一個相關的研究 還有職業學校的勤科整合 可以發現這一個 實際上這個研究做出來 跟我們現在的分群是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在課綱很大一部分 被學校被老師們他們所 所在質疑所在認為不妥的樣子 就是在很多在群科的一個整的方面 群科 講的就是 比以前的群群更細一點 以前群群是分幾大類 那現在群是把它分得更細一點 那為什麼是15群 誰也說不出來 為什麼不是16 為什麼不是17 為什麼不是18 就當初他們做研究做出來 本來是20幾個群 那太多了 又把它併成15個群 那不像太多群的觀念說 你群太多就跟科沒有兩樣了 那群要併大的時候 又要配合現有的科別的話 你就會出現 你硬要把香蕉 把那西瓜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就會出現狀況啊 那你應湊在一起之後 所以變成說你在一個布定的 群的布定科目那邊 就會出現很大的一個 判隔嘛 所以我們要這樣講說 我們現在最好 你這個群的共同必須好 群的共同專領科目不要太多 那一定是各科的一個交集嘛 你不能說以我這一科為主 而且我們現在有個很大問題是 我們群裡面的各科是不對等的 所以不對等的時候 有的科很大 全國可能它有幾十所學校 上百所學校 有的科只有兩三個學校 但在它同一群裡面 你又不能欺負小的 你說欸我九十幾間學 你跟兩間學 你講一下話什麼 我的科目不放棄 不行啊 你要兼顧它那個 以我們東域機械群來講 東域機械群各位知道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汽車科 但它裡面又有灰修科啊 對不對 又有東域機械科啊 天上飛的 地上跑的都怪它管啊 那這時候你客剛設計的時候 你又不能說 我不管會修科對不對 我只管汽車科 那會修科就抗議說 那我不要跟你同一群 對 我為什麼要跟你同一群 那你兼顧了會修科的時候 汽車科也很為難 我九十幾的人要配合你 配合你幾的人 科目都要配合你 甚至連考科都配合你 所以出現了很大的一個漢格 這個是 就是分群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 情歌科 我記得這是以前 這一個研究是楊部長做的 他們那時候做出來好像 我記得還是二十幾個群 他們說建立比較理想還是二十幾個群 會比較理想一點 他說我們二十幾個群在變下去的話 變動太大 那可能會再下一次的一個思考 那最近在王主任這邊領導 中辦也請我們在做一個 我們將來高職的一個發展 定位的一個研究 那當然我們也提出一些構想 希望將來部裡面 他看他想法怎麼樣 你未來配合 現在吵得最兇的十二點國教 我想現在高職老師 這邊都檔案出來一旦 你十二點國教下來 什麼都不能篩選 你也不能考試 什麼都不能篩選的時候 我請問你 我進到高職裡面 我到底要練機械科 電子科 如果還是按照目前這種分科的話 我到底要選哪一科 那你機械科 電子科 你說我看能力測驗 性向測驗 我跟你講他歸在同一類的 在做性向測驗 什麼R型 什麼S型 應該在同一型裡面 那你怎麼辦 又不能比載到成績 我常講就比身高 比體重 還是跑一百公尺 看上去就快點 像清潔隊員一樣 你就很為難 所以我們就提出建議說 既然你現在高職已經不是 就業準備的一個教育的話 為什麼要分科 分科的意義何在 你既然已經不是就業準備 你分科 當初分科是針對單一行業 我練板金 我練這個製圖 我畢業就馬上進到這個板金行業 工作 我汽車修 就馬上進到汽車修 這行業去工作 所以才需要分科 單一行業的一個 單一職業的能力準備 那現在既然不是每個人都是往 對不對 都是往上面走啊 每個人都到科大紀錄學院來的話 那分科的意義就沒那麼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好那正規班你就分群可不可以 就我們現在分群 分群不分科那些問題就不存在了 全都沒有我起床科學院 就我什麼科學院 很多什麼 那不知道 我這一學院 反正現在群的 共同必修都一樣 那在專業科目這邊 你就可以同一個時段 你就可以開 我這一群所有科的專業科目都可以開 那當然很多人會擔心說 那我這稀有科目 小的科目被吃掉 不日本的科目被吃掉 我不曉得我自己想法 這怎麼可能 這邊在座很多校長啊 我們大學修過體育科 你都知道 我這個時段開 比方說我胡偉農工 我機械的 我有 我以前這些 各科加起來有五班 那我現在我機械群就收五班 高於我就收五班 五班 除了佈定的那些必修科目到一樣之外 我在選校定科目部分 我同時段開五班 一般是CNC車床的 一般是autocad的 一般是什麼 如果他們講 我可能一般是做焊接的 一般是做鑄造的 一般做什麼 那學生按照他自己喜歡 就去修嘛 就跟我們大學生說 你如果要收CNC 你這個CNC很好 不然要閃了 你這個雙口 對 早一點去選科 選完而滿為止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定不會有 那這些科目 因為他不是考科 所以學生他就 我高一 我去修autocad 玩一玩不錯啊 對不對 我一下我去修CNC車床 我們跟同科目 你不肯修兩次 那等一下我去修 汽車修 我等一下去修修鑄 那希望就是說 我科大 我應該去讀哪一個 哪一個系 我可能 我這個字我比較喜歡 那我就可能去讀這個 設計畫面 設計畫面的系 我可能讀機械系 我可能讀材料系 我可能去讀動機系 這樣子 我不曉得 這樣子的話 就可能會比較消避到 各科間猜的問題 而且 也不會那麼困難 就剛才講 升學準備就業準備 你現在在高職邊教書 如果說你是個公立學校老師 你趕快說 我把你CNC抄得你很厲害 你去學生幫你學 去家長幫你學 你是在學校 我只要考試 要考台科大 考北科大 你最多的實習課 現在高職不只實習課 我可以很大聲講 連一些不考的科目都不上 對不對 我自己教材料的 我每年推真 高子先推到我 我師大計電器來 我一定問材料 我看他的成績單一定有 高山上一定有修材料 問了10個有9個 我奇怪 這材料最基本的 你們你們 你不是材料有修嗎 還8、9、10分耶 我老師在假的 我老師親切上幾個禮拜 我說這考試沒考 親切交代過之後 快點 來復習考試的科目 對 復習專一、復習專二 那你想 連這種 材料這種科目 基礎科目都會這樣 這樣完了 我不相信你 你那個實習課會很認真上 也不是各位 不怪各位 從我在讀書 我去大安高公 我記得那時候去大安高公 當大師去實習的時候 老師交代我 欸高山的同學 你要 因為我進到實習工程 欸怎麼都 學生剩下三分之一 都沒看到了 老師說 他們要科技 他們都知道看著 你不要管太多 老在這裡這幾個 你好好教就好了 不見了就算了 二十幾年前就是這樣子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不要再賣 瓜羊頭賣狗肉了嘛 對不對 就分群不分科 這時候我們的技術已經不是 就要教你就業準備的技術 就讓你懂 剛才講懂 會 但是不是很精 那你到科大這邊 再加強你專業的一個理論 專業的一個能力 我們可能科大不會培養基層的技術人力了吧 科大培養是中層的技術人力啊 對不對 你進的希望你是管理階層的 希望你是一個規劃的 規劃階層的人 我們常講說你要懂才會設計嘛 你要懂才會規劃 你有沒有從來沒做過CNC車廠 就叫你畫個圖 叫你設計東西 你做錯的東西可能車不出來 沒有辦法加工嘛 所以我們將來 但這是我們的想法啦 我不曉得各位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不曉得部裡面的看法怎麼樣 那這樣子將來在 學生在十二年國家之後 他到高子很好啊 高子就十五個群 十八個群讓我選而已啊 而且我這群就很容易轉 我覺得高一上學的機械群 我高一下我就轉到電器群過來 或轉到設計群過來 那你科怎麼樣 人都科說完了 我這個CNC 我這科的生死存亡自然 我給你拚 科不要擔心 科留給什麼 科一樣要設 留給實用技能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 就是就位導向的嘛 就跟我們當初單位行業 我設實用技能 對不起你想就位的學生 畢業之後馬上想要進到職場的學生 就到我實用技能學程 我的科來 所以學家們有群也有科 但是或許不是每個科都有 比方說他可能電子科電機科 我這一個學域裡面電子科電子科 沒有學生進來馬上就位的 其實很少 因為電機電子現在可能要多大學畢業才有辦法 那可能我電機電群我就沒有 底下就沒有科 但是我機械群我這區的可能 板金科 鑄造科 模具科這些 我這地方很有這個人力需求啊 對不對 他們有很多的就業機會 而且學生也有這個需求 有的家境不好 那些小孩他就真的沒辦法打字啊 他想要學一技之長 你所有的高子全部都就位 升學導向他不會跳海了 對 所以你留這個實用技能學程 給他我這個科 我進來之後 幾天一百 不要說兩天 三天都無所謂 就針對單一行業 單一職業 去加強他的技能 他一定要練到精熟 然後畢業之後 馬上進到職場去工作 這樣就不會被延長先生講說 你們培養出來學生不能為企業所用 我可以為你所用 而且很好用 現在不能用是因為你要升學嘛 搞得這邊 這邊也不是那邊也不是 對不對 乾脆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專正規班就是升學 然後實用技能班就是就業 那升學這邊還是要教專業科 我升學所以全部叫國運術 不是 剛剛講 他不用學到精熟的程度 那我要就業的就要到精熟的程度 我們是想說這樣子 或許可以把我們這一個職業學校 現在兩面不適人這種方 這種情況可能最近改善 好 那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請問課程剛好規劃 我們是以職業學校的老師為主體 我們大家都高指出來 我們以前都最會罵說 哎呀這課綱都是大學 大專校院的老師寫的那些不死人間煙土 在銀端上寫的課綱 所以我們高指根不能用 所以我們這一次各位如果注意看 課綱的成員基本上 應該80%都是高指老師 所以現在課綱不好 你不要再怪大學 你要去怪那些高指的老師 高指的職位你們怎麼搞出這種課綱 當初我們就幾乎都 比方說我機械曲裡面有9個科 10個科 我們基本上每一科 至少都有一個高指的代表 那在裡面再加上 一位到兩位的業界代表 再加上一到兩位的大專校院的教授 所以主導的是高指的老師 所以不要再怪那些大學 課綱就這麼課綱 課綱各位看 課綱後面都每一群的那個編輯委員 95站剛是打不到編輯委員 我們95站剛那時候就跟他們講說 一定要把委員放上去 這是一種責任 也是一種榮譽說課綱我編的 如果人家修爬以前找你 煙有頭再有煮 找得到人 所以這一次的課綱基本上 我們希望由高指老師這邊來提供 當然還是一些不盡理想 還有一些我們現在聽來的時候說 怎麼課綱編這麼難 因為他們都告訴說 因為你們找的那些高職校長主任 都是明星高職的老師 所以他編得很難 編得很難 考試對他們有利 我說我從來沒想過這種問題 那我說我去找一個比較 比較中下的私立學校的主任老師來編 他們就會編得比較簡單一點 我不曉得 那當然這個東西都是可以 大家可以出來討論的 再來我們是 根據我們這個研究成果 前面幾個研究成果 來學我們群科的教育目標跟能力 你既然一定要把目標跟能力定出來之後 才辦法發展課綱 比如說把課綱寫好之後再來套 課綱我們老師要教什麼 教完之後 再來看我們的能力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再來兼顧生學跟教育準備 這個就講我們最為難的地方 因為你不敢大聲講說 我高職這要是要生學 不能講 但至少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就是至少我們敢大聲講出來 說我們要兼顧生學跟就業 以前你在95站崗之前 你看看沒有人敢把生學放進去 會講嗎 不過高職搞什麼生學 高職就是在講 拜託已經幾十 已經二十年的高職已經不再是中年教育 你現在如果在像延長塑先生這樣講的話 好像季磚校園要多三分之二 所以高職就要讓老師 那要造成我們失業率升高 所以就在那裡的陰謀 所以高職的學生都不升學 這樣就是科大要倒 基督學院要倒 那倒那就全部失業了 當然開玩笑 就是你 我們必須體認一個事實 一個現實 就是我們的人力素質要提升 我們的高職已經不再是終點教育 不再是完全是就業準備 還有大部分的學生是要升到科大 繼續加強他的專業 加強他的一個一般能力的 沒有人力素質永遠不會提升 所以在九二十年這邊已經把 但是好像也沒有那麼明白寫說生學 就是生涯發展的能力 這就很厲害了 培養生涯繼續生涯發展能力 就是表示生學 這已經正式把它拿到課綱的 那個目標裡面去了 好 那一些證照檢定 我們把它融入到課程的規劃 再來我們在專業科目 剛才講我們既然要 強調務實之用 專業的能力 所以在專業科目 九五占綱是規定六十學分及格 沒有規劃 但我們 我們的全學課程綱 規定你要至少要修八十學分 當初一開始我們規劃說八十學分及格 後來就被罵說八十學分及格你的系 太多了 後來說好 那我們八十學分至少修八十學分 那裡面六十學分及格就可以 那各位說八十學分其實很合理 因為你畢業學分是一百六 八十剛好一半 你不能說我職業學要有強調專業能力 強調務實之用 結果你的學生修的課裡面 其實這八十還不到一半 各位知道我們是修一百九十二學分 他三年正式修是一百九十二 我們只說畢業學分是一百六 我這學生在高掛我就修一百六你咬我 我不曉得學校 但高齒先生是沒有人叫我們這麼厘清叛道 我已經百勞有夠了 我就沒修了 不然為什麼 我三下我就畢修科學生都沒修了 人家最好我坐那坐 我來這裡七頭 但高齒不容許這樣大學才可以 所以他至少他如果真的碰到這種學生 他很完 他會打算他要修一百六 至少他有八十學分是專業科目 這樣才說得過去 他的專業能力我們覺得這樣還可以 那裡面十座科目至少要佔一半 但這東西還是這個是最低的一個要求 你學校要定更高當然可以 但這個地方為什麼要保護貪心 剛才講雖然說我目前來講的話 公立的高子跟私立的高子還是不一樣 我們前面前面的幾大什麼八大 展望這些高子的話 百分之九十幾的學生都到科大去嘛 那將近百分之百的學生都到科大去 那私立高子就沒有這麼高啊 所以他可能在這個專業科目 他真的他會排比較多的私立課 排比較多專業科目 那這樣講這個將來要整個福利 福利初心的話 你就是要從把你學校目標定位清楚 我需要是升學導向還是舊導向 所以我可能學校我可以在升學的開三個群 我就業的實用性學生開十個科啊 我現有的科我開十個科 如果是私立學校的話 想升學就到這三個群來 想就業就到這四個科來 那我們講說每一個學校一定都要辦 辦群跟辦科 你不會說我大公公開完一下我多好呢 我這都升學所以我不辦科 你好不是因為你很好 是因為你的學生好 我常常講學校的不均職 只是因為學生不均職 不是老師不均職 對不對 你現在如果把建宗的學生拿給那個 整批移波 移波給一個私立的社區的高中 欠級過來就好啦 同一批學生全部欠級過來三年後 看多少學生學歷好 我跟你保證你一定是建宗換過去那一批的學生好 這很現實嘛這沒辦法的 所以應該每個學校都要規定他也要辦實用健康學程 那將來學教育部去評鑑一個學校的時候 我除了看你這個升學的這邊的一個表現之外 我要看你就業的表現 不然我政府花這麼多錢買這麼多設備給你幹什麼 我當然希望你這邊 我不相信台北市都沒有學生想就業 對不對 不可能嘛 那我可以升學的 我可以這學生我可以教得很好 升學都考得很好 就業準備的我可以幫他們教得很好 畢業之後百分之百全部進到職場去工作 那這表示你校長領導有方嘛 表示你這個學校這個各科的教學才是真正的有效吧 跟他升學有什麼 我常常講說建宗老師是最輕鬆的老師 因為他根本不用教了 我扁書給他教不住沒關係 他自己會讀 這事實啊 我問很多我兒子在附中說老師 老師都不是教 很多課老師亂教 你亂教學什麼 同學都不是 同學都比老師還厲害 老師算錯了同學都跟他修正了 所以根本不用教 但是我們的學生不一樣啊 我們學生素質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學生老師教他都不見得會了 跟何況說老師不教 所以這個我們希望 各校能夠按照他的一個需求 去拷展這個 校定的這個科目 然後這個專業跟實習科目 各校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這個是最低的一個要求 那在95站綱的時候 因為課綱的規定 你只能公佈到不定的科目 校本那邊是不能公佈的 校本那邊是沒有所謂的課綱 那95站綱就這樣弄 結果很多校長就來罵 你們假扒應援不幫我們規劃 你以為我們高職的老師校長那麼空啊 老師教學就有忙還要去發展課綱 你們幫我弄一弄好了 那所以我們不行啊 我們弄了之後就違反課校本精神啊 所以後來我們就折衷 我們幫你們弄了 但是參考 我們幫各位編了30個學問的 校定的參考科目 但這邊都是專業科目 我們不會去編什麼國音術 那這些科目 學校你認為這課綱可以用 你就拿去用嘛 你認為這些科目是OK 符合你需要的 你可以拿去用 你認為不需要 你自己需要去編 所以我們訂這個參考科目 那我們全國 我們那時候各15個學問 我們訂了563門課 2689個學分 讓各校去做參考實用 那我們整個課綱的內容有這些 包括了 這個我就很快講過 我們包括裡面的總綱 總綱裡面包括他的我們的 教育目標 哲學學校教育目標 各群的教育目標 各科一些基本能力都在裡面 還有群科的歸屬 社科的原則 一些課程架構 還有他的結束 學分數 還有裡面的教學綱要 每一個科目的教學綱要 還有一個設備基準 現在不叫設備標準 叫設備基準 你要講設備標準的話 部裡面就要把你補到足 部裡面沒那麼多錢 設備基準 那基本上設備基準 你有 我們一些公統的規劃原則 實習課 基本上我們都會 你只要是實習課 就可以編設備基準 那在設備基準這邊 我們知道有一些群 他當初編太 實習課編太少 所有課都是理論課 所以他就沒有設備基準 他說上次他分20級 他分不到他就抓狂 為什麼我們這一群規劃 你沒有設備基準 為什麼沒有設備基準 因為你都沒有實習課 你每門課都是實習理論課 那就沒辦法 好 那再來我們針對我們課綱跟 站綱的一個差異 他們這邊兩個什麼不一樣 很快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群規劃課程剛要 因為以前有所謂的後中的課 後中的課程綁住 所以在佈定的一般科目 就有多少學生被綁住了 那就比方說自然領域 你三個科目都要上 物理啦 化學啦 生物 那什麼 自然的 那這裡你都要上 那你規定你三個科目 但是總學生是多少 很多東西是被後中二塊綁住了 那後來後中這一塊有鬆綁 所以他叫課程指引 改成課程指引 因為他被罵了 指引 我們要問他說指引到底 要不要按照你們的指引來做 參考 那你參考講參考應該可以不參考 但是你不參考他就翻臉 現在講說我們這個課綱 各位我們可以按照學校 先要彈性調整 但是最好不要亂調整 調整的時候在課 課程中一級要審查的時候就被委員叮了 所以說你很有理由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調整 不然大家通常說 你沒胎沒錢 你無敵無告要怎麼 所以在整個後中鬆綁之後 我們在自然領域 社會領域就 彈性就很大了 所以現在自然領域的時候 你不需要三個科目都上 你可以選擇裡面 我可以上一個科目上兩個科目 我只要學問數到就好了 我只要上到四個學問就好了 我不用每個科目都上 那當然這對學校造成一些困擾 就說我老實品的 你現在講這個 那沒辦法 你拼進來你就繼續上吧 那基本上你的學校 你是可以去調整 這部分是比較大的一個彈性 這是跟我們95 95帳綱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我們的版本 我們的國文英文數學啦 物理啦 化學啦 社會啦 自然啦 以前我們只有數學 95帳綱裡面只有數學有 四個版本 然後自然領域有一選 兩選的版本 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在幾個學校的時候 版本更多了 數學這個版本 A版 對不對 數V啦 數C啦 還有S版本 各群的要求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我們 我們職類學校跟高中比起來 我們很複雜這樣 我們有15個群有七八十個科 高中就只有兩科 自然跟社會 自然組跟社會組嘛 數學就兩個版本就好啦 那你看我們 我們這科 而且差異心很大 有那種非常重視 理化的科別 有那種完全不重視理化的科別 像藝術群 我唱歌仔戲的 我跟你唱什麼數學理化 歌仔戲有什麼時候用到數學 我只要會算錢就好 就給五千塊 可以算五千塊 就好 所以 差異性太大 那農業群的 他可能對化學生物 他懂很多啊 那你通常 藝術群我懂那麼多化學生物 甚至藝術群也講說 我們上什麼體育啊 國光巨像還講 我每天在喬本道 我們學生每天練功四個小時 在喬本道單手 這個什麼導力 喬本道 翻滾 後空翻 前空翻 我每天吵到要戲 我要上什麼體育課 那講到有道理 我說 但是我們體育課是打籃球 你練功沒有練籃球 沒有練排球 我們教的這些體育的常識 就是說現在看 你只要看一下 你在打高爾夫 高爾夫前怎麼算分呢 什麼叫老英 什麼叫Body 什麼叫 你都看得懂 籃球到底怎麼算分 籃球到底怎麼算換歸 所以他後來才勉強接受 所以同樣在 那到底在 各群各科的差異性太大 所以我們數學版本就 那 除了數學之後還有 國文的差異性很大 物理也是一樣啊 可能機械群的 電機械群它對物理很大 那對很多群來講 物理化學都來講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些 我們就版本就變得比較多 物理有三種 化學有三種 深入有三種 那國文兩種 加上數學四種 那當然這東西相對應的 他往上面去考 江海四季二專 他要往上面深選的 他的考科 就要配合我們版本嘛 也就是我這一群 課剛選用是什麼版本 考科就考什麼版本 所以你學校你說 你既然這麼開放 我數學我就選S版本 那你去看看 你這個 你的學員這樣 如果是考數V或數C 就選S版本 你後天去就剩了 考試就不行了 所以你還是要監 監務到你們考科 當然這考科一定要 一定要跟這個學校談好說 我們這個 我們這一群的 大家就選擇了數V 你不能說我這個 入學中心說不行 我現在考數C 那大家就有得巧了 所以這部分 各科要選版本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考科 好 再來我們專業實技科 剛才已經報告過 我們95帳剛只要求60選級 但是我們99課剛 我們要求80學分 要休息80學分 就希望他能夠 務所能夠加強他的一個專業的能力 我講 我不需要他精手 但是我要你懂嗎 要你會 不要到那麼精 不要可以馬上就位 但是你要會懂 你要了解 好 這是我們課剛的一個狀況 我們在95站剛的時候 共同核心科目 48學分 然後 職校的一班科目 以前是20到28 以前是24到32 我們現在新的是20到28 那這一個 職校的所謂的 一般科目 那什麼 國文啊 英文啊 數學這些部分 那再來專業科目 專業實技師科目 是讓這個部分 是個曲裡面變動比較大的 變動比較大的 因為個曲裡面經過糾章 可能有些請他認為說 這個科目 就要講 科裡面的一個 各科的屬性 可能不是那麼接近 我們要修訂的一個大概原則說 你這科裡面的 各科的 各科的 這一群裡面 各科的屬性 越接近的話 你的這個 布定的 專業科目就會比較大 大家的交集面大 如果說我這一面 大家的差異性比較大的話 我們就建議 你就把這個布定的 所謂的專業科目 就把它降小一點 因為你交集 交集啥嘛 就不要訂那麼多學問 因為訂太多學問的話 一定是順著功就 對 順著這邊一定就是 那邊就不高興嘛 就以前來講九五帳 電機電子群 在有沒有 電機電子不同樣的東西嗎 但他們說不一樣 差很多 電子的什麼 上什麼邏輯 他們可能要上什麼 電工學 那時候就吵得很兇 後來乾脆 你們這九五帳 你們就分成 到最後有一個科目 你們自己選吧 電機的專長就選這邊 電機專長就選那邊 所以在這一次九五帳 就很 像家政群也是嘛 那些地方就允許他 比較大的科目 那藝術學是這樣啊 藝術學裡面有音樂的 有彈鋼琴的 有唱歌仔戲的 對不對 有國樂的 差距有 對不對 有拉二胡的 有彈鋼琴 你怎麼樣去訂的 你到底要學鋼琴還是學二胡 所以他們的地方就會有一些科目 是他們按照他們各科特色去選的 就是有一個 容許一點差異性存在 好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校定科目裡面 在九五帳上只有規定 不定校定科目 就是專題製作兩學分 我剛才講說不定校定科目 就是教育部規定校定科目 一定要有的 那專題製作兩學分 那大家就有很多反應說 兩學分做不了什麼 大學可能是 大學是有可能是一學分 但是大學生是吃飽沒事幹 大三大四開始 他的空堂很多對不對 他有利用課也是在做 但是高職沒有 高職每一門課都排得滿滿的 你說放學之後來做 你要被家長打死 放學要補習 對 放學之後他去補習要升學 所以你只能在課樑上做 那課樑上你只有兩學課的話 事實上是不夠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今年改成 二到六個學分 九九課綱裡面規定 你可以最少兩個學分 最多你可以開到六學分 按照各校的需求去編 那當然畢業學分 160學分還是沒有變 那一般科目裡面 剛才講都是同樣四十幾學分 都沒有變 那在這邊 數學領域我們從 站綱是六到八 那新的課綱我們是四到八 因為藝術群他們講說 真的我們數學不要學那麼多 反正訂四到八 你認為有需求你就去訂八 而且我講難聽點 你只要是升學的學校 八哪夠 在校本科目裡面再加個八對不對 又是什麼 反正你們想出很多 數學 好多的新的名詞 抑制數學 什麼數學遊戲 那只上數學 所以他們講也有道理 你定標準定那麼高 對我們這些不需要的人 我們最少要符合你六學分的標準 那你定第一點 反正你們要上多 你自己去上 沒有影響 所以把它降到四 四到八 每一個學校應該都上到二十六的 這個不用騙人 你只要是要升學導向 這很正常的 好 那社會領域這邊 雖然同樣是六到十的話 但是它已經沒有要求你 你全部都要修 沒有要求你說你三個科目都要開 自然領域也是一樣 學運數雖然不變 但是這邊彈性變大了 彈性變大了 好 那這邊變比較大是我們的 健康與護理啊 扣了兩學分 沒辦法 因為這護理老師少嘛 講話講不過人家 還有 前民國防通事教官 也被扣了兩學分 這我們開話之後 教官都不敢講話 你教官人數少 你說靠兩分就兩分 你說那麼多 對 那沒辦法 因為你學運數要扣的時候 一定要有人犧牲啊 那這就是當中 這個東西不用修太多了 前民國防通事 那可能這個課也 我知道很多學校 前民國防通事少 養學運之後 教官沒地方 教官沒課啊 就排什麼野外求生啊 孫子兵法啦 我審過課堂都知道 哇 我們台灣的水準太高了 高職生就在學孫子兵法 老公不嚇死了 老公看到我們課堂一定嚇壞了 我們高職生在學孫子兵法 他們怎麼跟我們打 好 這個是我們的 在一般科目的部分 一個改變 那素杰林剛講 每一個版本我們都建立 哪一群啊 用哪一個版本 那他當然那個版本的學文數啊 就不一樣 素B的 素B素C啊 這大概都給這些 他們要用的 素B是十二學文 但是他們 教的科目跟素C不一樣 你們這十二跟十六 是不是只差四學文 內容不大一樣 像商業群他可能會 很多在什麼 統計方面的啦 或是那個什麼機率啦 那邊就比較多 那這一個西型的工業列科 他可能三角函數啊 他就比較多一點 內涵還是不大一樣 好 那歷史也有分 那我最有興趣是歷史他們地理 他們這樣分就很怪 歷史A版本是中國近代史 B版本是台灣史 然後西版本是世界史 所以A版本是給北部的學生念的 B版本是給南部的學生念的 如果說我只上兩學文 那我到底要上中國還上台灣呢 上中國說你不愛台灣 上台灣說你沒有世界觀 那好吧就上世界文化史 怪怪的齁 除非說你如果說我 我要上四個學院啦 中國史也上台灣史也上 還OK啦 不然就這兩學文的時候 我不曉得他們要怎麼選擇 那不重要因為考試不考 那重點啦 因為考試不考 所以歷史也上去 如果今天考試要考的話 事情就大條 到底要考台灣史 要考中國近代史 那這一樣地理也是一樣啊 他們的他們的 好像這個 A版本 B版本 C版本 他們都不同的一個內涵 好 那這物理化學 每一課都一樣 各個群喔 適用的都不一樣 各列適用都不一樣 我們就很快跳過 這個是各群的一個課綱 我就不再多說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有些群啊 基本上都跟 95杖 像動力機械群 跟95杖鋼 幾乎都沒有變 那這個 當然內涵有變 你不要看說科目沒變 就把這內涵沒變 有的是科目名稱沒變 但是課綱內容有變 像這機械都沒有變 但是在材料後面他認為 我常笑以前 高子都教奈米 現在還是有啦 現在還教奈米 教維基電什麼光照 我看得哇 這麼輕喔 我在大學教材料 都還沒教到奈米 你們高子又教奈米 會不會太厲害了一點 對 所以我們在講科目 老師說 這個東西都要加 這個東西沒有加 好像缺一塊 拜託 通學這什麼 老師都想起來 想起來 想起來科技才二十分 改成原文看不 以前是原文中文 現在是原文英文 然後他們認為他們學過了 所以就很囂張的 都不用擔 叫科技靠來就帶起來 高通生 我們一半高中一半高子 高通生從來沒學過 很認真念 念了人家科技十幾分 這些高子都打過 都科技三十分 所以不要把他們教太多 教太多反而害了他們 因為他們會認為他們自己會 好 這各群的請各位參考 那有些群當然變化比較大一點 有新增一些科目 刪除一些科目 那這可能是因應他們的一個 剛才講 因應就業市場的需求 因應整個產業的現況 好 那我們課剛 在課剛十字之後 我們當然希望他有一些 達到一些效果 剛才講 務實之用 你課程裡面一定不要 把這個專業科目 跟實技科目不要 偏費 剛才講 沒有要求你把它加到經手 但是你要讓他會 他要懂 所以專業科目 跟實技科目的科學 課程 我們要強化它 然後我們當然 一般科目 我們要均能發展 我跟你講不要自欺欺欺人 學生是要均到科大的 一般科目如果交不好的話 王主任他們這邊很傷老心 這樣說科大講說 你們高子出來 一般科目能力這麼差 當然現在也不能怪你們 我認為基電器最明顯 一般高中一般高子 高中生是全師大 二類組最高分的 比物理系還高 學生是建中 副中 台南一中 台中一中 師大副中進來的 高子的還輸北科大 高子學生的最低分 還在北科大之後 那你想這兩群學生在一起的時候 老師教公術 他是用高中生這一派的水準來教 高子生打到外 對 物理化學全部按照 高中生的水準在教 那時候怎麼辦 賢哥講 老師 嘎哈親沒有 你們以前花太多時間去玩 對不對 現在該多練臉書 那高中生 因為以前他們高中的時候操得很累 打到外遊去 現在跟我們打了 所以他們晚上都自己 跑到工廠 跑到空教這邊 自己就找一批學生 自己就在讀書 我覺得這樣很好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不足 所以我們能夠盡量 能夠把他們一般能力培養 但你絕對沒辦法像高中這樣 但至少不要差他們太多 我們希望我們學生 將來我們的一般能力 至少高中生了八成 但是因為我專業能力 贏你很多 我實作能力贏你很多 所以我在教育市場 我就有競爭力 那如果說你在高子這邊 你連專業的實習什麼 你都不教他 全部拿去考升學的科目 我跟你講 你再怎麼練 你練得贏台青教程了嗎 我那天我去跟台中高科學學講 你很棒 你十一科都不用上 你好厲害 你考上台科大第一名考上 然後考上台科大研究所 畢業之後 你找工作 台大清大加大成大 台科大 那時候我老闆就問你 只有你是自己體系 你比他們強什麼對不對 你跟他不要 因為我真的有台青教程 應該都一樣 那你說我跟他們講 你什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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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找台大就好 找你幹什麼 你國音速 你一定不肯比台大強 你說我數學比台大還好 我看這個更難 所以我們自己要知道 我們專長 我們特色在我們地方 要把我們的 我把我們的這個專業能力 也要建構起來 再來我們像 學生證照的一個比例 跟成績能夠提高 現在 秉級在高尺來講 已經是 呼吸 呼吸執照 你只要會呼吸眼 就可以拿到秉級執照 呼吸執照 真的你在秉級高尺的哪一個拿不到 那這兩種 兩種是真的 我們高尺的程度提升了 第二個 在校生技能檢定 打開正一隻眼 逼一隻眼 後者的程度比較多 你知道 我當過兩次之後 人家就不打我去 那氣質咕咕摸摸 還真的按照這樣來評分 沒有 你不用看 我去看 經過目測結果 我通通過了 所以秉級實在來講 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現在說 要嘛就 要把學生證明講 拼乙級 那現在乙級最多的 全台灣乙級最多高尺 就是 AutoCare的電腦軟體 英雄這兩種 沒錯吧 我們在推真看 以及呢 全部都是AutoCare的 不管你是製圖科 板金科 鑄造科 汽車科 什麼科都都AutoCare的 以及 那電子製作吧 全部都是電腦軟體應用 這兩種 出那拍客啊 所以現在你不要 跟學生講 AutoCare已經改了 這樣今天整個題目 全部翻了 變得很難了 所以AutoCare的以後 大概不那麼好考 大家電腦軟體應用還沒改 大家可以去考 但不希望大家都集中在這些 應該針對你這一科的特色 像我機工科的 我們還在考CNC 車床啊 CNC 對不對 CNC洗床啊 綜合機器 這些你應該考這些啊 對不對 每一科我去考模具啊 模具科就考模具啊 這才是你本 對不對 我們講本 本業的那個專業職能嘛 你不要去考別人 那個你考考考就沒意義了 所以我們講說 我們將來這個GEO推真的時候 看 如果拿到以及跟你的專長部 都要先刷掉 不要讓他們來這邊一目混珠 好 那當然有一些配套措施 我就很快 我們相關的一個法規的一個修訂 我們做很多的宣導 辦很多的種子的研習 還有我們印的一些宣導品 各校應該都有 我們情歌中心在那邊印花的 折頁啦 還有一些課綱的手冊 那當然課程的架材 我們課程中立計畫 已經發展很多 那在台灣家當負責 他們有一個 網站上有一個軟體嘛 各下的課程中立計畫 也要到時候 從台中家商那邊 去做一個審查 那課程資料庫 也在台灣家商 已經有一些 相關課程的資料庫 每一系列的課程 都在那邊這個查得到 那當然部裡面啊 也有做一些 稀有科目的架材片 這部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 因為大的科都 大的科大的群沒有問題 他的書自然會有 書上去出 因為就業市場 如果有人買就有人出 但是一些稀有列科的 你說你叫發展校本課程 我們這個稀有列科發展出 很漂亮的校本課程 但是博教材 那這怎麼 我們都鼓勵老師發展教材 老師這疲一點 自己規劃出課綱還要去寫教材 我疲一點 所以部裡面 就有補助一些錢 讓各校老師發展教材 那有一些補助 當然 救援手就是這張補助的金額 還太少 好像說請你寫的教材 參加比賽 得獎得8萬 多萬 像就你說 一本教材 編出來審查通過 得獎 100萬 還有更多兩下 背板一直往下 因為太累了 好 那辦很多專業 教室的專業智能研習 那當然 設備這塊是當初 編課綱最困擾的 因為課綱改了 編很多的設備要出來之後 那時候調查了好多次好多次 學校設備需求 那 在前年 二十幾億發下去 大概應該每個學校 設備方面應該可以滿足了 我的感覺 現在高者設備都比大學好 但台科大不能比 台科大很有錢 他們設備很好 很多大學的設備都沒有高職好 我們高職老師 到達我們師大學 你們這個東西在搶你們 我早來搶你們 你們再用 我們不可以搶搶 我都沒有東西可以搶 我們設備都比高職差 所以這些設備部分 我想 應該部裡面會 持續的來補充 但是現在應該十年 十年國教實施之後 錢都比較少一點 好 那考試上這個部分 也做了相關的配套 你課綱修訂之後 考試的內容 考科都要跟著調整 那證照的 將來新的證照出來之後 他在加分部分 在這個技術部分 都要做一個修改 然後這個證照 競賽的一個加分的比 比例的比重多少 這部分我們都持續在跟 這個入學中心 這邊再做一個溝通協調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協科的考試題庫 這部分我們也請各請科中心去建題庫 就是各校各老師 你自己做了期中考的 期末考的 平常斷考的 考試題目 你願意的話 都可以提供給請科中心 變成那個題庫 那當然這也好 題庫是讓老師可以參考 但是確定是 你這題庫建起來之後 將來出題老師頭就痛了 要現在統測 因為你不能從題庫提出來 你說 你出了題目跟那個請科中心的題庫 裡面題目 實體都一樣 你就改戲了 你們提庫如果收集完 那把題目都出完 這老師怎麼講他自己提 你該出的題目 那些都被你們出完了 我怎麼辦 這部分我們在鼓勵 沒有強制 抱歉 超過幾分鐘 各位親愛的工作 夥伴 很多是熟命 那如果不清楚 不明的地方 那麻煩各小人各自問 再提出 8月1號退休 到現在應該整整3年的時光 那雖然是退休了3年 這樣的一段的時光 但是跟我們職業教育 還是解下什麼 解下不解之言 一直在這個課程工作圈 乃至於教育部教育局 整個的課程規劃 多參與其中的一份 那看到你們真的非常高興 尤其技職教育在最近來講 可以講說 在鐘擺 我比較講說 在鐘擺的擺檔之下 有擺回來 這個是大家可歡喜的一種現象 不過我們所面臨的 應該是少子化的問題 學校的整整個問題 面臨整個招生的問題是 不是只有技職學校 其實高中乃至於未來整個科技大學大學 都會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早在民國89年88年的時候 我在木柵高宮 就跟所有的老師做這樣的一個勉勵 一定要 把自己學校的經營是特色出來 不然的話 在少子化的經營之下 那一定會產生很大的一個衝擊 尤其各位現在來講 你們都還沒什麼關係 那如果到了103年 才正式高職的衝擊最大開始 高中高職開始 103年 是真正的最大衝擊開始 各位可以知道 去年我們的吃生率才多少 18萬多耶 也許你們碰不到了 去年的吃生率18萬多 然後再到等待 練到我們高職15年後 也許你都退休了 那我可能進棺材了 看不到 但是這個教育來講 不是這樣的 我們教育必須用長眼的眼光 來看待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 一個特色的發展 不是說我把學校 一個校長 一個指認 一個科指認 不是說我把學校建築得非常的漂亮 我的硬體非常的棒 就可以了 我不是說 說這個不重要 不是就這樣就可以了 而是在課程的特色發展上 應該要有所規劃 所以 我也坦誠跟各位講 我今天各位談的過程之中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只有一小時 我只是做概略的一個壽命 如果你想詳細的了解 我也希望就是說我們工作間 把這個資料PO上網站 你自己上去看 那有很多的資料 使用97年 我在退休的時候 在木炸高工那時候 做範例的 很多的 申請表件 不是用新的 所以各位在用的時候 表件各方面 可以用新的來做規劃 好不好 尤其我們103年 要進入12年 國教 12年國教 各位現在定起來 大概有70%到75% 使用免市申學的 那還有保留20%到25% 只叫做特色學校 那特色學校 就要去申請 哪怕你是建國中學 你今天還要保留你建國中學的單獨招生 你就要提出你學校的特色來做申請 比如說台中高工 或者你大安高工 我要保留我現在能單獨招生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 想要用考試的特性 你就要去規劃你學校的特性 那這個特性不是說 我以前的生血很好 所以我以生血為主 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對於整個課程的國化 跟未來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地方 用這樣的一個開場牌 跟各位敬愛的工作夥伴 做這樣的 我們一起共同努力跟勉勵 那在還沒有進入以前 我想了解一下 你曾經在學校參與過課程的規劃 請記住 不管是從95年開始 從95年開始 我曾經 你就曾經在學校裡面 參與過課程規劃請記住 好 不錯 大概5成 我為什麼要這樣問 其實就是論事來講 我們現在整個課程 應該是所有前提的老師 都要參與的 多時要整個課程老師都要參與的 這樣才叫做學校本位課程 那不管如何 我們就是一種期美跟一種期待 好不好 那今天的時間上的關係 我就開始好不好 好 今天跟各位談的是高職席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那只要的大綱 我們分為這八個部分來跟各位談 前年這八個部分我就不再練了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剛剛我們助理小姐又告訴我 審時下課 而且要提前五分鐘 我們當了一個老師當一個校長 守持最重要 哪怕我現在是當讀學 我現在在福治文教基金會 我當任何一件事情 那你的臉如果不守持 我平常都非常和蔼可親 如果不守持 我就會用很很很那個 那個夏連的眼光瞪著他們 尤其像老師學佛的 守持就是一種什麼 借力 就是一種借力 所以如果快到11點50分的時候 縱使沒有講完 我也會做結論 那個儀惠跟我講一下 我一定會按照這樣的時間來 那各位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 我現在一個禮拜七天的時間 今天的時光是 都是到外面去看 到各校去看的時間 然後其他一二三五六 我全部在福治文教基金會當義工 那推動生命教育跟得益教育 因為我感覺到 生命教育跟得益教育是非常重要 使把中華民國民 留有那種倫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的感覺 所以敬愛的校長跟指論 你對得益教育 致意有那個什麼 生命教育很有興趣 我們可以談一談 怎麼樣在學校 把你的生活教育怎麼樣的提高 我們可以談一談 那今天我們談的就不是 我們先談一下 我們國家整個課程的發展 從40學年度 各可以看一下 那個時候有初級初工跟什麼高工 對不對 那時候的整個是 我們那時候是接受美營教育的開始 那40年公佈的那個叫做 學校暫行綱要 暫行綱要 那到53年的時候 就開始實施單位行業信念 這是我們國家整個職業教育 發展從課程的分野來看 是很重要的幾個歷程 那63年的時候 就是做小福的修改 那小弟呢 就從63年開始參與到現在 63年就是剛好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是課程的修訂 那時候的指導就是四大公教系 一坪教授 那大家就帶到哪裡 華僑中學 華僑中學 板橋華僑中學 在那裡兩天 乃至於有時候我記得 有的三天有的兩天 然後大家在那邊就把課程討論 就敲定了就這樣子 就是63年 那75年各位就是 非常熟悉的就是甲種課程 跟甲類課程 跟什麼 乙類課程 實施就是群級課程 跟乙類課程 兩種 那個 可以 可以自行去思索的一個課程 那89年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在哪裡 89年就實施什麼 實施學人學分制 高職前面實施學人學分制 那時候把高職 合成為七大類 那個什麼 70個科 70個科 那其實來講 我們整個的 這裡面比較清楚應該 是我們從83年開始 其實從83年就在高職實施那個什麼 試辦學人學分制 大概試辦了六年的時間 然後在89年才真正的實施學人學分制 這個地方沒有寫出來 那時候是叫做 學人學指的高職新課程標準 這只要的只要內含是 以學人學分制 那當學人學分制那時候的一個特色是 就是百分之十到十五 給學校一個什麼 規劃的空間 不然我們以前的課程 都是教育部公佈出來 你就按照課程標準來什麼 實施 你沒有自行規劃的空間 那在89年的時候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剛剛所講的兩個 第一個就是實施什麼 學人學分制 就是現在學生要160學分才能畢業 對不對 那學校規劃可以規劃幾個課程 192個學分 那以現在來講 那另外一個就是 保留百分之十到十五個學校 有一個什麼 課程自行處理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什麼 學校本位課程的一個開始 可以講說89年 學校本位課程 出出有這樣的一個階段出現 不好意思我再開會 好 好 這次是89年 那我們可以講說到95年 95年其實這個課程 大家那時候最大的管辯就是 比較沒辦法適應 其實95年課程規劃的過程之中 可以講說很長 很長 當89年開始的時候 95年就開始規劃 95年的課程 整整有四五年的時光 最主要是以什麼 適應社會的一個發展趨勢 把整個課程規劃 還給學校 所以95年的課程 就是以學校本位課程 為什麼 為藍本 那一般的來講 我們現在有190號的協分 對不對 那教育部所公佈的 一般課程 只有幾協分 66到 61到76 61到76 那我們專業課程的必修協分 是15協分到30個協分 所以換句話說 教育部所公佈的 整個課程的標準裡面 他佈定的科目 只有多少 一個是剛才61加15 對不對 是76到103左右 那其他192 如果擴掉100 那個剛才所講的76 有的學校可以110幾個協分 操縱在你學校 整個什麼 規劃 最少的 190號擴掉多少 103 102 將近有90協分 是操縱於在你 學校自己的規劃上 所以很多的老師不了解95年 乃至於98年的一個整個課程的架構的時候 每一次開會都一定會有人提出來 我們這一科的哪一科科目 我們這一群的哪一科目 應該是定入那個什麼 佈定必修啊 為什麼不佈定 可是你想一想 你又要自行的去規劃課程 又要加一步去給你規劃很多的課程 那像以機械琴來講 總共有幾個科 總共有幾個科 9個科到10幾個科 對不對 那你看每一個都要把它重要的接入 定入必修 那是不是又回復原來的 然後很多學校 我要發展什麼樣的課程的時候 我這個科目很重要啊 那為什麼我不定進去啊 不定進去 不定不定進去 並不代表你校定不能定進去 知道嗎 那就代表你科裡面的老師有問題了 那下長之間我學佛的不能講狂語 就是你這個科主任 在領導這個課程規劃的時候 有問題了 為什麼大家認為這一個非常重要 你不擺進你的什麼課程裡面呢 那甚至有人講說 我那個英文只有兩節啊 那兩節又怎麼辦啊 有的學校就加到四節五節啊 那有的科因為你學校會有不同啊 對不對 那你學校不同 有的科也許 尤其工商榮在一起的 他英文這一科可以兩協分啊 另外那一科他重要英文可以開四協分啊 以前在89年的時候 我做在穆扎德機械科跟什麼 他們認為很重要的時候 我叫他們開工業英文啊 你英文絕對不夠你開工業英文啊 工業英文就你們自己工科老師來上 英文很強的現在博士一大堆啊 為什麼不行 知道嗎 我現在講這個理論你就要了解 學校本位課程 還以整個課程的規劃是在你學校做指導 所以每當 每當每當我在開很多的會議的時候 很多老師提出 我們某一個課程 我這個課的課程很重要 為什麼不定課程 為什麼我們不上這個課程 這個都是值得省事的一個部分 各位想一想 192協分喔 擴掉 我這裡所講的192協分是已經擴掉週班會了 193人 教育部最多指定到102協分 其他最少有90個協分 乃至於110協分 全部操縱在你學校裡面 為什麼你不能定出來 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是非常佔著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絕對不是說我今天一拿整個那個什麼 北聯的來抄一抄 像我學佛不能打狂語 很多現在就是這樣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 95年課程規劃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在木造高公司 從92年就開始規劃 到95年學校本位課程才規劃出來 中間過程我要各科做什麼 現在了解行業分析的精神 了解行業分析 各科啊 科指認啊 要帶領你去做你這個行業分析啊 我現在在這個科裡面 我應該要達到什麼樣的技能 現在外面的發展要怎麼樣 然後我要做行業分析 然後這個行業分析出來 我這些技能要在哪個科目去達到 從這個開始啊 那學校的行政部門 像我就對前校的一二三年級 全部做調查 你要升學還是就業 那你認為你最興趣的是哪一個科目 你認為最想學的社會是哪一個科目 然後你認為社會上最需要的是哪一個科目 你認為我們學校可以發展的特色是什麼樣的特色 做這樣的調查 然後做為你未來課程發展的一個基礎 可是我們講一個實在話齁 我講良心話 現在為了應入教育部裡面那個課程有沒有 你那個把那個課程架構這樣拖出來 現在整個學校課程出來 哪一所學校有這樣做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課程 大家會一直在詬病的最佳因 所以95年 當然我那時候是90年參加整個工作前 我做到學校要本位課程開始 所以我就把課程召集過來 我們開始做課程的分析 我最多的時候是每一個禮拜開一次會議 這一次會議是所有的召集點 國文科召集點什麼召集點 通通到 包括各科指紋在 我那時候不一下子就開始分張 國文要多少什麼都要先做調查 如果人家講說我英文很重要 我們再來考慮說英文什麼要加科目 如果人家講數學很重要 我們再來考慮 但是這個要問誰 要問客觀 不是你老師自己講 不是你國文老師講 不是你英文老師講 我很重要就很重要 要重要每一科都重要 歷史重要不重要 各位敬愛的功課老師 你認為歷史不重要 你是在抹煞人家 地理重要不重要 現在很多國文老師 很多什麼家裡的那個什麼 保險師斷了都不敢動 我們要負責任 我們要負責任 保險師這個是國中的課程 換一下保險車 還要等先生來 有時候先生回來還不會換 還要去找水電工來 一換三百塊四百塊 其實你一個保險是這樣 那你就好 就這樣 是不是 我們教育出問題 所以整個的過程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那95學年制就是 學校本為可能 那本來那時候 95年是要實施的 但是當天有一個 也有一段時間 大家馬上改變得太大 衝擊性太大 所以那時候大家 反對的聲浪 而且先導的可能也不太過 然後大家就有點反應後 它就定為什麼 站槓 那98年 在經過兩三年的一個時間上 可以講說 再把它什麼 統整一下 本來98年要實施嘛 對不對 那後來因為要跟高中同步 高中委實施學校本為課程 那高中是什麼出問題 這是國文科出問題 歷史出問題 地理出問題 那就是政治因事 我們不用談 像國文來講 本來規定說 文聯文要百分之四十五 或者三十五 他高中定出來 文聯文變成百分之二十 那這樣就 人家就 教育法規定是這樣 教育法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就沒有關係嘛 他本來跟文聯文要三十 要四十 結果動出來是二十 然後就延當一年 所以我們高職整個的課程 就被迫99年才實施啊 其實所有整個 我們整個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整個 整個中華民國 整個職業教育的發展課程的規劃 可以講說 最久的應該是這一次 95年這一次 是從90年就開始預備 到現在真正 真正上到學校本位課程 是99年 整整九年的光景 規劃時間啊 我講規劃時間 像最輕鬆是那個什麼 63年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個時候就是 三天就結結了 我自己就其中的一份 那時候我是公教系大三的學生 就是這樣 75年就搞得蠻久的 75年那時候大部分一批都是 市道公教系跟台大公學院 尤其像那個機械群 就是台大公學院院長翁通瑩教授領進的 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了解這樣整個構成 好 那前言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各位可以發展上 這兩個 我最主要談到就是 學校本位課程 變成各位 校務發展的什麼 重心 你越名指的時代 也也是 學校本位課程 把學校本位整個課程 歸還你什麼 學校來規劃 這樣你學校才會有辦法 所以 以我個人算出來的話 學校現在各科不同 擁有60%到45%的自行規劃空間 這些大家一定要記得 這些都是靠你們 也是每一個老師都要參與一個分子 當民國90年91年 我在規劃木柵高空的學校本位課程的時候 各科幾乎每個禮拜都要開一次會 科裡面的老師的會議 然後我校長的話 最少最少兩個禮拜 就要開一次你各科的成果 然後我們開一個工作委員會議 這樣子在規劃整個課程 乃至我記得我那時候的時候 還很好笑的 木柵高空畢業生出來的時候 要傳十關 各科要定一個標準出來 你這個什麼 有一個是怎麼樣達到什麼標準 這是你各科的一關 那國文的話 比如說要背什麼 唐詩三百首多少首 那音樂要唱幾條歌 然後畢業典禮就這樣闖關 到最後通過 然後就怎麼樣 就蓋帳 然後校長就頒發 那個什麼 畢業證書給你 這個最後沒有實施 有沒有定出來 全部都定出來 標準全部都定出來 音樂比如說 校歌一條會唱什麼會唱 你也不必當天那天再測驗 平常上課高三的時候就可以測驗 那你就這樣 到那一關 你就蓋餐蓋餐到那邊 校長再在後面 頒號畢業證書給你 這個有一支的校長可以參考一下 反正現在大家要搞特色嗎 後來想一想 現在寫火了 覺得這是對嗎 我心中也成了一個懷疑的觀念 我先可以這樣講 我們世間的跟吃世間的不同的看法上 好 這個是 在這地方跟各位說明的 那學校本位的定義裡面呢 其實來講 我接受學校本位課程的一個概念 應該是在83年開始 就是以前在大安高公的時候 我在大安高公服務21年 在大安高公的過程之中 我那時候開始示範寫人寫文字 開始介紹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 然後到89年內的研究所的時候 我的研究主題就是課程教學 然後對學校本位課程就可以講說 比較深入的一點了解 那這裡面學校本位課程 這一個是 他講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各位可以看一看 他的特色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特色在哪裡 好 你看喔 以學校的背景為基礎 你的背景包括什麼 人事地務 你現在課北 然後以學生需求為目標 以社會的期望為遺跡 在法規授權範圍內 法規授權範圍內 我們現在的主權有幾個協分 他說90個協分到多少 110幾個協分 法規範圍授權內 學校資源 結合學校內外資源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發展什麼 學校特色 你現在感覺到你學校的課程 你那一科 我可以講說 我的特色是什麼 請你告訴我 集首一下 不要講生血就業 這本來生血就業就是這樣 比如說來講 我是機械科的科職人 我現在一個校長 你校長有一個發展的目標 我要把木乍高工 我要把胡偉榮工 我要把家義家子發展成什麼樣 特色的協校 你不要講說生血 舊業 這個是通行的 你校長也有這樣一個理念 你身為一個教務主任 一個司機主任 一個主任 你就要有這個概念 那你身為一個科主任 你就要有一個概念 我現在是木柵高工的機械科 我要把木柵高工 發展成什麼樣的特色 這個概念要有 再來 所進行的什麼課程規劃設計 還要實施什麼 評檢 現在各位知道 你現在98年90年報進去的課程 請問現在你們在學校 在暑假裡面 有做課程回饋的請記手 有在做課程說 我這99年的課程好不好 我在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我們做檢討說 我這個課程有沒有問題 實施的一年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可以再做修訂 各位親愛的工作夥伴 可以做修訂喔 知道嗎 你們在學校 暑假今天有做這件事的請記手 沒有啊 你可以修訂喔 然後9月份10月份就可以報出去喔 報出去說 我們經過一年的實施以後 我們的課程發現哪個地方有時候 然後經過整個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程序 然後送出去 再送到你的那個什麼 教育執管機關 去審核 然後可以做修訂喔 但是你要記得一個原則 你公佈的課程就是以三連為集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去年公佈的99年的課程 你就是99年的畢業生 你就會用這一套課程 知道了嗎 那你今年100年進來的學生 你可以用新的那一套 你知道嗎 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啊 就是大家不了解啊 每一次開那個什麼 課程規劃會議的時候 就有的愛來有的不愛來啊 還有的時候只關心的 就只關心說 我這一顆少了幾協分啊 我這一顆少了幾人 不是這樣 關心的是這樣 身為一個校長跟職人 要了解就是這些 所以這個各位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那學校本位課程的意義 這裡我就不再說明了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還只剩下 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我很快的把這個流程 但是校長必須在各位講的 這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一個概念的問題 有很多的抉擇上 你要去突破 你就在法定的範圍內 然後你授權的範圍裡面 你可以去做規劃 前校不能做 你科也可以做 就像我講 當時在木造高工的時候 機械科 那時候我們在 四半協定協分制的課程 英文後來是談到三解世界 那機械科說不行 我的學生還是 英文還要加長到四解五解 那我就講 你在開工業英文 或者叫機械英文 他們科裡面就有博士班的博士 英文很強 你說你就上 有問題有校長負責 你校長要承擔的就是這個 那又有一個班級 一個科 我不講哪一個科 他就講說 他的數學那一科 想要加強 我說好 你就開工業數學 或者你直接就開什麼 開什麼 危機運動什麼樣 這樣子 你就在你的專業 演藝裡面 你就開 那你就找哪一個數學老師 你幫你上 不然你們自己上 很多工科的啦 你那個以前在學校裡面 我們工科老師 你工數會不會上 危機運會不會上 有啊 怕什麼 不要怕你的不要錯 我這樣講 你就可以說 透過學校 乃至於 我們雖然講是 學校本位課程 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達到 科本位課程的一個特色出來 今天我比較以重信長一點 早上起來念了很多經 所以講出來的 就稍微比較有力氣一點的 好 各位了解一下 一定要這樣 一個概念 那現在我講的是一個原則 如果你真的到遇到 任何一個困難的時候 或者說 我們需要彼此研究 你Call個電話給我 但是你如果打我的電話的時候 坦白講 我一天早上大概八點出門 晚上大概十點才入門 所以你Call手機給我 如果我沒有跟你回 就代表我正在會議中 我看到我會Call 或者你留一個留言 你告訴我你是哪一所學校某某的 我就會給你 不要像剛才那個 先生我要介紹你 你什麼介紹什麼妹妹 或者是介紹什麼那個什麼存錢 我沒有什麼錢 人生沒有什麼錢 就只有快樂兩個日就好了 那就沒有意思 你留個言 我是什麼某某的學校的指證 我想有什麼問題給我 或者你透過那個什麼情歌中心 情歌中心就會早上 那你如果直接想跟我談 我就會跟你回電 我們大家來談 怎麼樣去發展你學校的一個特色 可以去參考 那其實來講 我在民國 九十一年的時候 剛上任木炸高工的下場 我就是 知識性融入專業教學 知識性融入專業教學 是發展學校的特色 所以坦白講 我民國八十九年 木炸高工所有的工廠 全部有拖映機 全部有那個什麼 那個都有 哪有有拖映教師 都有 那我把這個專案 就是當次的時候 馬英九問我的時候 他跟我口試四十分鐘 第一件事情就交給我 我如果把不炸高工交給你 你給我發展是什麼樣的特色出來 第一句話就問我這樣 我跟他講了三點特色 你當為一個校長 一個指認 乃至於你是一個教務指認 一個實習指認 你在專業發展上 你要什麼特色出來 你一個教士是教務指認 你這個課程裡面 你要發展出什麼特色來 你教務指認 就不是坐在教務指認的周時上 你要不斷的跟你的科指認 你那些什麼 國文科什麼科的那些老師 要去什麼 去做不斷的協調 溝通 走動式的管理 所以以前我當木察高峰當校長 你可以看到我在教室裡面 只有什麼時候 批功文的時候 或者是練經的時候 早上一到七點 先練十五分鐘的經 祈求學校平安順利 所謂的老師平安順利 六年的校長 一切平安順利 然後就開始在外面走動 所以在這地方跟各位敬愛的工作伴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模式 因為我們這裡各位絕對不要忘記 我們高子學校基本課程 不要忘記 國中端 那個九年義務教育的課程 你要去了解 我常常都跟 比如說乃至於現在各位發現裡面 現在課程裡面 問題最多的是什麼 數學 英文爛就是爛了 對不對 英文爛就是爛了 進來ABC 我常常跟老師 ABC不行 你就補教教學 可是數學各位來講 尤其我們工科 機械科 它也是哪個地方 三角函式很重要 對不對 三角函式在高位想要上 那有一些工那個 電機科什麼很重要 哪一些線要在上 這個過程 可是我們高值的數學課本 就是一個只有A B C 三種課程 不能符合你的標準 怎麼辦 怎麼解決 要把這個問題叫砲瘋啊 你家有不定的標準不符合我的啊 可是不要忘記喔 你現在有學校本位課程啊 你加那一節不能去加那個嗎 聽到我嗎 聽到我講的意思嗎 現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數學是不是四四四四 有加到五啊 你是不是有加一節 那一節可不可以拿到 去加強那個新的單年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那課程怎麼辦 學校自編教材啊 老師要拉進來啊 所以坦白講 我在木材高公 從當教育主任 所有的數學科 全部學校自編教材 全部不買那個什麼 外面的書 全部是學校 數學科教學研究會的自編教材 木材高公的自編教材 給老師自編教材會 在學生買這本書的時候 我當時有兩種情景 第一種就是 學校的合作社 買書給學生念書 合作社大家就不要領錢 但是有沒有人用力這樣 那不一定啊 那也行 學生就出公本類 20塊 30塊 買那本書 總比你在外面買那個什麼 一本兩三百的還要貴啊 還要便宜啊 是不是這樣 我今天在講的過程之中 你就可以知道 校長在整個 學校本位課程溝通 我是深入了任何的一個關鍵 坦白講我這幾次 沒有講得到這麼深 但是今天也許早上祈求了 佛菩薩叫我講深一點 真的 不然我以前大概就這樣 跑一趟就好了 是不是 我們國中的那個階段裡面 你要不要去考慮它 你要去考慮它 然後你要去考慮到 我這個科 尤其在我們高子 你要考慮到科啊 不是只有考慮到數學 你校長也不要太專注 一直就是認為 我統一數學全部是C 什麼是D 全部是A 不是這樣 你可以根據你那個科的特色 然後去做怎樣的一個發展 跟這樣怎樣 枉費人家給你是學校本位課程啊 50%左右操縱在你的手中啊 然後學校老師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每一年校務會議的時候 助掌 校長就是把學校本位課程 站台跟所有學校老師 全部介紹學校本位課程 請問各位親愛的子孫跟校長 你學校有聘 不是楊萬和啦 專家學子到你學校去 跟學校老師介紹說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請記住 沒有一個啊 那當然大家爭啊 你自己在講哪一科很重要 你自己講 你那個老師不育聽你 別人講他就聽得進去啦 是不是這樣 就像你的兒子 爸爸媽媽叫他用功 他不會用功啦 同學叫他用功他就用功啦 女朋友叫他去東他就去東啦 女朋友叫他去西就是西了 就是爸爸媽媽的話不聽啦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喔 我每一個學期一定對新進的老師 新進的職業 介紹學校本位課程 跟學校校長的發展理念 一定要聽過 任何一個新的職業 不知道楊萬的教學理念 自校理念 這個有問題 我寧可你上班期間 新來的集中到那個裡面 校長跟你談有問題我們可以解決 你接點哪一點不行我們可以談 這是溝通的開始 知道嗎 好 所以這個整個的發展 校內因素校外因素 這時候都要去 好好的一個什麼 去考量 那學校發展的一個指資 其實我們整個學校發展裡面 從最基層就是各科教學研究會 然後呢 課程研究校組 然後課程發展委員跟校務會議 然後課程發展委員跟校務會議 各科教學研究會 可以講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課程研究小組 比如說木材高空機械科 對不對 機械型有幾個科 有四個科啊 這四個機械型 要不要 集合要統整 要不要 比如說打一個比例 我們現在來講 每一科都要上 比如說 那個什麼 機電鞋 是不是 機械科 要上一個機電鞋 對不對 你配管科 也上機電鞋工廠 什麼也上工廠 什麼都一個個個一個工廠 一個禮拜才三節 上一個鞋級就結束了 你要不要去統整 所以機械型 你們要從這一個課程研究小組 由各科主任跟各科技術技術 組成的 你要去做這些的規劃 所以我當時我就在木材高空裡面 就把配管科一個工廠拉出來 建設成一個叫做什麼 那個機電鞋的工廠 這些都要來的 不是我今天拿北斂來抄一抄啊 這樣就可以了 當時95年課程規劃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沒有說 幾乎我北中南這樣跑啊 你知道我從91年開始規劃 整個木材高空的學校 分為課程了 然後規劃暑假 這次開始搬遷工廠 然後整個那個什麼專業工廠 就開始重新來了 把所有的課程裡面 然後當95年要實施的 我那個暑假全部工廠全部就戲 你要什麼都有什麼 你要這樣子 那是幾乎每一個人 都要佔很暗的 不是國安校長佔而已 也不是只有教務組都佔了 也不是科職 是老師都要參與 所以你老師你在那邊講 如果你是身為一個校長 一個主任一個什麼 我有叫你參與 你要召開各科教學研究會 你多少要開一次 你校長都去關心 你的主任都去關心 然後他有參與的 他如果沒有參與 你要等名 像我就請哪一個老師 看今天是不是有沒有空 沒有來參與 那當他所有去參與的時候 他就不能講說 我不知道 知道嗎 甚至乃至校務會議 我自己開講 30分鐘 那個校務其他那個先導 主任的先導 就用什麼 書面的報告 重要的政策 要做先導 所以這個整個課程架構 各位可以看校務會議 我當時有校務發展的 校務發展顧問 不會有設這樣的顧問 這個顧問是工廠 每一個科 聘請 一個你在工廠界的 當作顧問 配管科 你給我工廠界很出名的 你覺得可以代表 你一個來當作我的顧問 各科一個 你國務你覺得很重要 你可以請一位教授 來當作你的顧問 所以當次的顧問 最多得到12個 然後有一個是 師資規劃小組 空間規劃小組 跟設備規劃小組 不是我今天把那個課程寫一寫 丟出去就好了 課程規劃 師資規劃小組是誰啊 教務主任啊 你要好好給我規劃 三年以內 我當時在辦中俄高中的時候 學校一點衝擊都沒有 因為我規劃了四年 那我辦那個什麼中俄高中四班的時候 會差14個老師 那我每年消耗三個三個四個就結束了 然後我多開解那個什麼學問 所以我敢跟所有老師講 那時候因為我當教訓我就講 如果改成中俄高中 你有哪一科沒飯吃的 就到我家來 我寫企業書 我每天供養你三餐 供養到你有飯吃 要這樣破例 要這樣破例 所以我當講 我那時候在改中俄高中 四個科的時候 四班的時候 我在學校 現在投票表決 不辦中俄高中的請幾首 0 百分之百 我離開了我不知道 你要不知道 我91年辦綜合高中 94年也應屆畢業生 機械琴的榜首是 木造高空綜合高中的學生 95年也是 木造高空綜合高中的學生 機械琴 你會去找 怎麼樣來 幾層大家一起來 不管國文科 數學科 大家共同有一個信念 我要把這個辦起來 那你們現在不是啊 搶啊 我會沒飯吃啊 那你在哪裡 沒有溝通好啊 因為沒有把老師規劃出來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規劃得很清楚喔 你國文科這樣有幾節 你是幾個老師 差幾節 你都要算給校長 沒有算出來 你教務主任的職責 當然我不會這麼嚴苛啦 講話不會這樣子啦 那你那個什麼 空間規劃 就是實級指令 跟什麼 總務指令 好好去幫我做課程的規劃 設備小組 就是實級指令 所以他做兩三年的課程規劃 像你們現在 教育部丟給你幾千萬 對不對 不知道要買什麼 去開開開 黑白開開 這樣出來了 你有沒有那個設備規劃在那邊 當然台灣省很可憐啦 我知道 大概前面10年 你們每一年都沒有錢啦 大概17年前年 就開始富有嘛 一個學校兩三千萬給你 那台北市跟高雄市 是鄧大英進家 沒有錢啦 但是我們還不錯 台北市跟高雄市 每一年各科大概可以拿到 應該還有兩三百塊的經費 每一年每一年都有 那台灣省 我知道你們以前是 餓了大概八年還十年嘛 那前兩三年才開始給你們嘛 就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可以看看齁 我還有課程諮詢小組齁 然後你看科教學 然後會有機械課程研究會 然後電機研究會這樣子 它的功能 如果你只看我上面那個齁 你看不出來啦 對不對 沒有講 你看不出來 那這些到底要來幹什麼用 但是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自衛產產 你就是在腦筋裡面 就是這樣 好 所以呢 我跟各位敬愛的工作夥伴 尤其你是 現在一起聽著聽著 你會說 我這樣做好 沒辦法做 然後我交準要做 慢慢來 慢慢的來 一步一步的來 你不要一回去就 砰 兩萬盒跟我這樣講 我跟你講 你天灣地戶 學校 天灣地戶 你一定要開始溝通 從開始的 慢慢的來 慢慢的讓他接受 你的目標就是一年 兩年 三年 我當時的規劃就是三年 然後我開始第一步 我能做到什麼 我盡量去做到什麼 這樣子 從年年的溝通開始 就這樣子 我記得那時候 乃至於整個 公文 數學科 音樂課 我都很感動 每年都把 他們都把自己 他們 整個高工裡面 學生的音樂課素養 應該達到什麼素養 都給我寫出來 他的教學目標 都給我寫出來 那些資料在不在 我都不曉得 我知道那時候 是民國90年 91年 可以給這些當校長的 教務主任 一些主任的參考 我真的很感動 連體育課 連音樂課 音樂課一個禮拜一節 而已 美術課 他的教育目標 在國中 在高木在高工 他要讓學生寫為什麼 乃至於有一個美術老師 那我真的很感動 他那個教學目標 不是學校的教育目標 他把各科的 美術的什麼 分科教育目標 都把它分出來 比如說配管課 我希望他能什麼 達到美術什麼樣的目標 製圖科 他希望拿到素描 或者怎麼樣的教學目標 他都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老師 你氣就想要把他抱起來 沾一下 你知道嗎 你就會這樣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 那課程發展的指資 這個將來自己再去看 這個會變 那各位再去看一下 然後整個課程的規劃呢 各位看我這裡分了幾個步驟 你如果按照這個 這個都有表格 你就按照這個表格 整個去做規劃 應該可以把它規劃出來 但是我在這地方要比較 說明的一點就是這個 各位可以看看 我整個課程是怎麼樣 成立課程發展委會 收集資料 需求評估 教育目標成能力補標的 能力標準的訂定 你各科乃至於你苟文 你要讓學生出來的時候 你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是這些能力 能力標準 能力指標 不是各科也有 連你苟文都要有 你不要只要求各科 你苟文不要求也不對啊 你就可以 你要跟我講說 你四節不夠 你要五節不夠 你的標準在哪裡啊 是不是這樣 你數學 你講說你數學兩節不夠 那請問你工科的學生 你要達到什麼樣的標準 現在我們學生的程度 是怎麼樣的程度 你能拔到什麼樣的標準 好 你告訴 你再 大家都會有機會出來談吧 對不對 你先前的作業要做這些啊 這些有時候往往一做就一年 快的話三個月四個月啊 然後才開始 然後才開始 擬定課程的架構 那個就是開始啦 有沒有 後面這樣整個 然後寫分數這樣子 整個過來 那這中間構成裡面 你也要去考慮到什麼 要制定什麼規章 你教務處的 有什麼註冊什麼規章 什麼規章 你就要去各次式的規章 你也要去 就在這個同時 你就要去考慮 然後人力支援規劃 你規劃這樣的課程出來 會不會有老師沒飯吃 會不會有季種沒飯吃 會不會有沒飯吃 哪一些可以聘請外來的來上課 哪一些可以從哪一些學校 來調來支援 來做監課的 你都要規劃出來啊 所以各位只看到那個 整個送到教育部的 那個只是一點點而已耶 那個各位上網去看一下 現在你們學校也有啊 你也知道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當時當校長的時候 哪一個學校哪一個科 跟我講說沒飯吃 就是我的職責 所以老師會對我惡心嗎 我中和高中下去 不但沒有讓人沒飯吃 而且每一個老師 從監課四節到七節 爽得很 為什麼 15個人就可以開課 我這一個班 可以開兩個選修學分出來 對不對 一下子 這門專業科目三選分 我開兩個選...兩門選修出來 這一個班40個人 我開兩門 只要15個人就可以開課 對不對 那個糖素就多出來 對不對 空間規劃 設備規劃 設備支援規劃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校務發展基金 你們現在不錯啊 高雄市 台灣省都可以校務發展基金 唯有台北市不能有校務發展基金 那時候都痛苦 你都可以去考慮到 然後溝通 先導等等 這個都要去做 知道嗎 這個各位了解一下整個課程 那我建議各位 我那個儀惠或者什麼 把這個PO上網站 但是各位可以參考的是這些 你如果是那些課 那個表格 那個時候弄出來填一填 那個很快就會了 知道嗎 好 那我很快就 很快 這裡有一個科學性能力的專心規劃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唯有機械型有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課程很多出來 然後很多我們的部的課程要出來的時候 各課都因為你那個課程發展 那我後來就把台北市整個集合起來 那時候的副機長就是現在新北市的機長 林田甲有沒有 他說要不要你過來 把集合這項任務交代給你 你把所有的課裡面 比如說機械課 木造高空的機械課 跟大岸高空的機械課 跟哪怕南港高空的機械課 有沒有共同必修的科目 有沒有 有 他把這個發展出來 我當時花了一年的時間 把木造高空 把台北市的整個課 然後後來有拿到台灣省去做參考 把機械科 機械型裡面 發展 有給其他課程發展參考 可是其他課程不一定有弄 那我後來把這些發展這些科目 這些有一些專類核心 琴核心 這是琴核心能力喔 然後另外一個科 科核心能力 這裡我沒有放出來 那科核心能力 我們就可以跟書商商討 說這裡大家都會開這個課 你們可以寫這個書 知道嗎 那老師就可以接成很多 這是科 琴核心能力 但是有一個科核心能力 如果科核心能力你要看 看哪裡 看那個以前是木造高空網站會有 現在可能沒有了 已經被拆掉 我已經退休三年的 那不然你們就看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海山高空的 看有沒有交罪給他 有一個那個核心能力 好 好 那其他的一個部分呢 我最後有一點事情跟各位說明一下 期待你們回去自己看 有一些問題我要跟你們說明一下 就是說 當你在做課程規劃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不定課程是什麼 它規劃是哪一個科 乃至於早上那個 鄭教授一定會有講 哪一個課本是A課程 B課程 C課程有沒有 你那個都要去注意 你那個都要去注意 好 那根據那一些的原則 你再去做什麼 做一些那個參考好不好 好 那其他的問題我想 有一些注意事項 你們自己看 好不好 我最主要今天是跟各位講一個 你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的一個概念 你一個身為一個校長 一個指認 一個科指認 你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乃至於你是一個學校的老師 你應該扮演學校的角色 這個學校本位課程 每一個都逃不掉 學校的老師 他如果不了解學校本位 那他有責任 你校長也有責任 指認也有責任 他應該要參與 他可以發表意見 他有發表意見 可是最後的意見是大家綜合的 那他也沒話說 知道嗎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可以隨時 你可以跟電話跟我聯絡 那下午有任何問題 我下午都在這邊 一直到各位離開以前 我會公送各位 很快樂很愉快地回到家 好不好 那如果有問題 你可以打我的手機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的手機電話 手機號碼 拜託你給我講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跟我報 你的那個 學校的單位名稱 你職責 那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溝通 我的手機電話是0919 229938 0919229938 那你打電話給我 我接到 我直接 你就跟我講 如果萬一我沒接到 你可以用語音 或者我看到的 我會回電話給你 好不好 那家裡的電話 你如果要打大概10點以後才能打通 不然你打也打 找不到人 禮拜六禮拜天也都不在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制服 我們整個高職技職的發展 其實來講 尤其現在那個什麼 不管各位可以看 教育部的吳清及吳部長 乃至於林 陳毅欣次長 乃至於林聰明 林政務次長來講 都是對技職教育蠻有概念 如果這時候 技職教育再不翻身的話 那就會像台北 台北市的 我現在 邪伙這句話 插掉 不講了 這個 我當時就跟你講 當次台北市的教育局 你看 幾個局長 前面幾個局長 像吳清姬 康仲武 這些都是在高職當過校長的 都對技職教育很清楚 你那時候沒有抓到 那 稍縱即逝 那個機會就什麼 沒有了 擦掉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好嗎 謝謝各位感恩大家 我們謝謝楊都學今天的分享 楊都學 還有我們工作圈的 所有的美女們 還有帥哥 好 OK 各位 所有教育界的 好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呢 本來今天下午 這三個食物分享 佳政群是排在第二位 那 因為 因為 待會兒 下午 我還要趕回去 嘉義 因為學校還有一些事情 需要處理 所以呢 我就跟 張師傅公呢 做了一個協調 讓我呢 先跟大家呢 做一個報告 那 這 我們的 我們的議程上面 說的是 食物經驗的一個分享 但實質上呢 其實我們也是做 有人獻鋪 那麼我們提供我們學校的一些 規劃 來 請 各位呢 做一個指教 好 那 我想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呢 做一個報告的是 以 調整社科 為例 來談我們的一個 課程的一個 規劃 好 好 謝謝 那 今天早上呢 我還接到某一位校長 給我的一個電話 他說 你們學校怎麼可以新設科 他以為 說 我們是新設的一個 等於是 給我們 真科 真圓兒 不是的 所以我們這不是 所謂新設科的定義是在說 我們現在在 我們的 十五群的 這一些類科裡頭呢 課綱上面的這個群科歸書表上面 沒有的 我們做了一個 調整 所以這才叫做 新設科 這叫新設科 那 所以呢 我是用我們的 美容科 來做調整 我們調整呢 調整為 時尚造型科 好 那麼 當初呢 在做這一個調整 社科的時候 我們呢 跟科裡邊的 老師們呢 都做了一些 充分的一個溝通 我們也召集了 幾次的會議 同時我們也做了一些 專家的諮詢 那麼 我們 當美容科呢 要調到 時尚造型科 這過程當中 我們也花了很多的 時間 跟精神 那 為什麼 我會想要 把美容科呢 做一個調整 加一加職 是全國呢 第一個設美容科的學校 那麼 事隔30年之後呢 我會警覺到 這個美容科 是不是在未來的一個 發展前景 還有呢 對於一個 學校的一個發展 有沒有做 有沒有能夠達到 最好的一個 效益 我想 如果說 這個 我們把教育 也視為一個 產業的話 這個 教育產業呢 必須呢 要能夠滿足 學生的需求 必須呢 要能夠 服應 社會的責任 業界 對人才的一個期望 好 我想 這才是我們技職教育 在人才培育上的一個 中值 所以我 在開中 我就 提了這樣的一個 問題 說 教育是我們國家 固本的一個關鍵工程 人力的素質呢 是國家發展的一個根本 那麼 教育 是促進個人向上 社會 流動 我想 這個呢 大家都一定 能夠認同 也是呢 我們 教育產業上 所要呢 努力的一個 標的 那 我們當初 在做這一些課程 先調整這個科的時候 那我們也做了第一步 我們就先做了一些背景的一個分析 背景的一個探討 那 我想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交易產業必須呢 要能夠服應這個社區 社會的責任跟業界的一個期待 所以我會先從呢 我們嘉義地區 那麼的一些文化 還有呢 狀態呢 那麼來思維 那第二個呢 當然我不能夠忽略的就是 私資的調配的問題 還有呢 就是現有設備的問題 因為如果 我沒有在一定的一個基礎之上 去做這個調整社科的話 我私資可能會遭遇到 很大的一個阻礙 還有呢 設備的充實 這個經費預算如何取得 我想這都是我們 在做這個 調整社科的時候 所必須呢 會考慮到的 那 其次呢 我們為什麼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這個時尚造型科 我們為什麼做這樣 一個調整的一個動機 第一個呢 是文化創意產業呢 是現階段國家發展的一個 主軸產業 事實上呢 今天呢 我們要強調 教育的品質 那麼 教育的品質呢 其實 在我們現今 所謂的知識經濟的時代 最重要的呢 就是在一個創意 在一個創意的思考 怎麼去訓練 我相信呢 大家在這一段時間 這個應該都很清楚 有創意才有機會 所以我們這個文創產業呢 是現階段國家發展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麼根據行政院六大新興行業裡邊呢 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呢 這個是在 2009年5月14號的時候所公布 那麼其中呢 他把服裝設計美容時尚設計呢 作為這個案發展方案的一個核心的生產領域之一 那我在台灣家商服務的時候 那麼 當時呢 我也是覺得我們 這個 我們家政群裡面有一個服裝科 我也覺得這個服裝科呢 一直 讓社會呢 感覺說 我就是在當女工 就是在當那個 這個成一製作業的 製造業的一個女工 好 那麼 因此呢 在 在台灣家商服務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那是在 97 96 96 96年的時候 我就跟服裝科那邊呢 也在討論 說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做一些轉型 好 那麼 後來呢 我們舉的一個共識 就是呢 把服裝科改為呢 叫 流行服飾科 那麼本來當 這個學校的老師呢 他有講說 那我們 我們 要不要就做流行服飾設計科 那 原來這樣的一個科名是非常好 不過呢 後來我思考到 因為我們如果是做流行服飾設計科的話 因為有設計兩個字 很可能 我們要跨到設計群去 那這樣的一個校品課程的一個規劃上 就會有困難 就會有困難 那麼 因此呢 當時我們也 說服的科裡邊的老師 我們就改為叫流行服飾科 那這一科改設了以後 到了應該是98年 99年 98年我忘記了 因為我98年離開台灣家商 那時候呢 韓家商就以新設 這個流行服飾科呢 那麼來開始招生 那我到家一家子來了以後呢 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做了評估 發現呢 美容科的整個 狀況呢 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那時候 我才會有想要說 這個 做一些調整 那我看到了文獻呢 有談到這個 美容時尚設計 是我們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主軸 發展的主軸 所以我就靈機一動 就跟大家談 是不是我們也跟著來做一個調整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 文化的 產業的一些 了解 地方的這個文化產業的一個了解 我們也 發現到說 嘉義地區呢 美容流行產業的發展呢 很快 產業人才的需求也非常的殷切 好 那麼 這個呢 坦白講就是說 嘉義地區呢 其實不管是嘉義縣也好 嘉義市也好 地方上呢 都有很強的一個企圖心 他們也一直期待 喔 就是呢 能夠呢 往上去提升 喔 那麼 把比較屬於農業的一個 這個 社會呢 把它提升到一個都會型 那這個我想 美容 美髮 或者是 整體的造型 就必然是 這個 地方產業很 被重視的一個 領域 喔 那麼 我們也 做了一些統計 喔 在嘉義地區呢 社區產業一個發展的狀況 喔 那麼 那麼 服務業呢 佔了嘉義市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三 其實呢 嘉義市總人口數不多 喔 大概在27萬人 喔 但 這個嘉義市呢 臨近的嘉義縣 喔 那麼 我們也都很清楚 它 有所謂的阿里山 喔 有阿里山 喔 那也有呢 東港 東石 東石 這個 這個 海港 這個 魚港 那麼 其實呢 這個 觀光產業呢 非常的 盛行 那這些都是在我們的服務業 範圍之內 喔 那麼 這個 服務業呢 佔了嘉義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三 喔 那麼 第二個呢 嘉義市政府呢 也很清楚的 把嘉義市呢 要定位為 雲嘉南 觀光休閒 消費 消費的一個城市 喔 那麼 這些呢 喔 不管是基礎工程 適用工程 治安的維護 商業的發展 都是市長的一個施政主軸跟方向 喔 那麼 第三個呢 嘉義市呢 商業登記加速有1萬多家 喔 資本額呢 十百千萬 十萬八 喔 大概應該有2億多 喔 24億多 喔 那其中呢 服務業呢 就佔了有1萬0 72家 喔 商業加速 喔 那麼 他的這個服務業 比例呢 高達92% 資本額呢 比重達70% 喔 那 所以我們 喔 我們之所以會 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也就是說 我剛剛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教育產業呢 必須要能夠符合 有一個 服應社會的責任 喔 那 所以我們會從這方面來 做一些 喔 這個探討 喔 那麼 之後我們也在做 擴大層面的一個探討 喔 我們也發現呢 其實 造實上造型 特別是 喔 這個造型的部分呢 喔 是在我們國民生活品質 提高之後 喔 相關的這一些 產業 喔 其實呢 是最具有發展潛力跟影響力的產業之一 好 這如同呢 這個 我們也發現到說 我就跟我們的美容科老師啊 我們 好 美容科老師談了 我們就發現說 學校的 女同仁呢 大概 一個禮拜呢 會有兩次到美容中心去 或者去美髮店去 可是我們男生呢 我大概一個月 才去剪一次頭髮 洗頭自己洗 都是我們老一輩的啦 那 女性呢 會比較重視 自己的整體儀容 喔 我想 喔 這樣的一個 差異性 讓我也得到一個靈感 喔 那麼 一根據呢 這個 我們的一個 啊 取得的文獻 喔 在2010年底 服務產業呢 產值約9兆 就整個台灣地區來講 那 就業人口數呢 約有600萬人 其中呢 美髮 彩妝呢 佔有8.7% 換句話講 光這一塊 好 不管是美髮 美容 這個呢 就各分別佔有呢 將近四十幾萬的人口 所以這也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 就業機會 好 那在 在 以 這個嘉義縣市 各校的一個社科的一個狀況 我們所做的一個分析 好 不好意思 好 那麼 這個 在嘉義地區 包括嘉義縣 嘉義市 那麼 輪料式建交合作幫 或者實用基因幫 或者日夜間的這個 建制班 就是正規班 總共呢 這些 總學生人 數呢 有 兩千多人 有兩千多人 這 每 這一個 那麼 我就 我從這一個數據裡面 我在想 那我們 加一加值呢 好 我加一加值呢 大概呢 我只有日夜間 日夜間 總共 日間部 我總共是六個班 兩百一十人 日夜間 日夜間 總共是六個班 兩百一十人 其實相對 我只不過佔了十分之一而已 那我在想 說我如果改了這個科名之後 我是不是呢 有機會呢 再來 讓我的招生 我的聲援 能夠更加的衝突 我現在 因為我們今年的所有的招生管道 全部都已經到位 我也跟各位報告 我目前的策略應該是沒有錯 我今年的時尚造型科 全滿 反而比其他科還好 其他科 像最熱門的一個餐飲管理科呢 現在還有 大概有四位還五位的缺額 可是我十項造型科呢 全滿 全滿 那 再來 我們 當然呢 剛剛我們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要符應這個學生的需求 學生的需求除了就業以外 當然還有一個升學 那在升學呢 我們也對準的 科大技術學院 這個科系呢 來進行人力資源的雜根工作 那 在這個美容相關的科系裡頭 總共呢 我們收集的資料裡 總共有38個 效系 好 這個 好像 好 這是所有的這個效系裡邊的一個 美容造型 或者是美容系 或者是醫學 這一個化妝品應用系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這一個是 系科的名稱 這部分 我就不再跟各位多做介紹 另外還有所謂的時尚美容應用系 那這樣呢 我們的科呢 做這樣的一個調整之後 我們可以對準呢 這個科大 對準科大這一邊 好 那 再來呢 如果就我們職業學校的 課綱 的一個課程 綱要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調整這個 這科 我們也有我們的一些理由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可以配合群科學校新課程的一個實施 那麼 這個 美容美髮整體造型跟 我們會結合的服裝設計 服飾製作 食物營養等課程 來做我們整個 時尚造型科的一個課程規劃的一個元素 所以 我這個時尚造型科 我逐年的 今年我們是第一年 那 將來呢 我在獅子的調配上 可以容許的話 我會 逐漸的 把我的所有的校本課程 這個理想呢 來 完全的一個 建置起來 剛剛我聽我們楊讀學呢 有一位 有校的同仁呢 在請教讀學 說我們校本課程可不可以調整 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 一定是可以改 為什麼 因為我們校本課程 在我們的新課綱裡頭 就是呢 要讓各校呢 有 校本位的一個發展 那 因此呢 我就會 我就想到 我怎麼來結合 我學校的社科 因為我學校有食品科 有 流行服飾科 有餐飲管理科 其實 我所謂的時尚造型 其實 我當初我一直都跟科里邊老師也談 我這 這一科我最終的一個目標呢 就是要讓 喔 頭到腳 整體的 都學到 讓我們的孩子學到 從頭到腳 包括他的穿著 他的 這個飲食 全部他都要去學到 所以這樣我的課程會逐一逐一的呢 去規劃 他要上哪些課 他要上服裝設計 他也要上服飾製作 他要上食物營養 特別是美容 美容跟食物絕對有關聯 是不是 喔 那 這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也是搞到就是說 配合我們美容美髮 儀器科技的一個進步 美容美髮技術上 的這個突飛猛進 喔 那 我們的設備 如果 可以更新的話 我想我可以讓我的孩子呢 學得更多 坦白講 我現在還有一個副案 當然 如果視為商業機密的話 我是 不要跟 不要在這裡公開 因為在這裡公開呢 馬上又會被 了解到 我還有一個很大的 雄心壯志 我要應用到我們的 食尚造型課裡邊 那麼 這個 這等到以後成熟 因為我現在目前呢 已經在跟我大學的教授 也是我們美髮業的 美容業的一個 權威 這個教授呢 在談 怎麼樣合作 怎麼去跟 這個 相關的 單位 也就是 勞爾會那邊呢 來 協助我 爭取 這些經費的補助 那麼 怎麼樣來設置 就是 嘉南地區的 美容 訓練中心 好 那 所以這個 將來 會對我 這個社科呢 非常的有幫助 我想 尋求這個社會的一個資源 也是我們在規劃 校本位課程上呢 很需要去重視的一環 那當然啦 傳統的美容部分課程 已經呢 不乎業界所需 因為美容業 美容科一設 就設了30年了 那當然 人的一個需求 不斷的在 進步 不斷的在調整 在提升 所以呢 我想 有一些課程是必須呢 要來改的 那麼 第四個呢 是提高學生就讀的意願 來發展學校的特色 吸引了優秀的學生入學 那我想 目前 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目前呢 大概 初級的一個目標是達成的 是有達到 好 那麼 我想 我想 我們這個 這裡邊 很奇怪 我這個 時尚造型科 這個造型 我已經改了N變了 為什麼每一次 重新造出來 就是會造型耶 真的 很要命耶 我今天早上還在改 改完了 我在存檔 怎麼會怎麼存 都是存出這樣子出來 沒關係啦 提振一下大家的一個精神 當個笑話看一下 好 那我想 其實因為我們目前 有一個 遭遇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就是說 其實都學也很清楚 因為我們的這個課綱 就是 所謂的99年的職業學校 課程綱要 這個是在 95年的時候 就已經規劃再組部微調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的 時尚造型科 所以其實在課綱裡頭 找不到時尚造型科的課綱 所以剛我來的時候 我也在請教 都學 說我們課綱小組呢 是不是會再去微調 因為我們知道 群俄歸屬呢 到99全年度為止 已經 又有幾個 核定的新的 科班 新的科出來 那這些科呢 其實都 沒有 能夠對應的 課程綱要 那 因此呢 在這樣的一個 情形之下 我們一個全變的做法 就是呢 我們還是先以 美容科的課綱 那麼 裡頭的科教育目標來 暫定為我們的科教育目標 等到呢 部裡邊 如果重新啟動 課綱小組的話 當 一定 課綱小組 會去思考 怎麼樣再來做一個 比較對應的一個 科教育目標 那麼 課程規劃 我們 課程設計的原則 大概 不離這些 我想今天早上 不管是 鄭清明教授 或者楊萬和督學 對這個課程的一個規劃 還有呢 他的一個原則理由 當然應該 都跟各位呢 做了很詳盡的一個報告 那 我想 我就先 呈現一下我們的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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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會 這會 這會比較跑是不是 它會跑出來是不是 好 OK 好 好 那其實呢 我們這一個 課 這個 科目的規劃表 好 一樣我們還是先遵循這個 課綱上面的一個 要求 一般能力 專業能力 還有相對應 校定科目的 我們的 科目名稱 會達到怎麼樣的一個能力 好 那這裡邊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 出不來 好 好 那存檔的時候 大概又 有什麼樣的問題 不好意思 那其實我最主要是要讓大家看 就是說我有幾個課 幾個課程 科目 那我就用口頭報告的 第一個就是呢 這一個 時尚造型的 時尚概念的課程 第二個呢 是 服飾食物 服飾食物 還有呢 善食營養 這個是我們 初步呢 先就我們的 校內的師資允許之下 那麼 這個 重新規劃的幾個課程 那其他的一些科目 我們還是跟 原來的是 一樣 好 那這一個表我們也 課程科目 教學 教學科目跟 學問數表 這個在校定的科目裡頭 我們也是 這個格式我們都是 引用 課綱上面的標準格式來 規劃來設計 好 那 像有時候 美容課裡頭呢 比較 少的是戲劇彩妝這個部分 還有 還有方寮 指押 這個都是兩個很 新穎的一個 一個 科目 都很新穎的科目 那 我在 教室進修的時候 我辦了方寮指押的 教室進修跟 戲劇彩妝的這個 教室進修的時候 可以說 參與呢 是全場爆滿 那 我們也是希望說 讓我們 所有的 家政群的美容科的老師呢 對這些薪資呢 能夠 擁有這樣的一個薪資之後 回去呢 也可以去指導同學 因為這兩個部分 是在 我們產業裡頭呢 很被重視的 特別是女性 對這個方寮跟戲劇彩妝 對這個方寮跟戲劇彩妝 特別特別的 有興趣 還有韻律美資 這幾個課程 我想這個部分 我就 做這樣介紹 那 這個 有一些課程的表 規劃表這個不完整的部分 我回去以後 會請我助理呢 再調整一下 然後把最新的版本 我會再 傳給這個 工作圈這邊 然後再請工作圈呢 連結到 掛到這個 工作圈的網站 我們 供大家呢 來參桌 那我們 這個科的一個發展重點呢 我們也期待 就是呢 能夠培育 同時提升 這個 整體造型的一個 基礎技術人員的一個素質 第二個呢 就是呢 我們也期待能夠訓練他成為一個 經營管理人才 那我在學校呢 我 因為我們學校比較有一個 呃 類似的地方就是說 坦白講 我沒有商科 所以我沒有這個行銷管理的 這個師資 那所以一時之間我的課程呢 還沒有辦法呢 完全 這個做好這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因為我在我的理念裡頭呢 我一直認為我們職業類課不管哪一課 行銷跟管理一定要學 一定要學 其實工業類也是一樣 行銷跟管理這兩個基礎 這個課程一定要 要讓我們的孩子有這樣的一個基礎觀念 基礎的一個認識 不管他以後能夠怎麼樣 因為這是符應我們現在 為了時代的一個需求 行銷管理 你任何行業都是一樣 你就算你要開一個汽車 汽車維修工廠 要不要行銷 要不要管理 我想這都要的 好 那麼 這些課程規劃的理念跟原則 其實 因為應該是 楊獨學早上有談過了 當然我們也都是盡量 符應這個課綱上面所談的 課程的一個規劃理念 的一個原則跟特色 來做規劃 我想我在這裡就不再贅述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新社科的一個預期的一個效益 那我們期待呢 能夠更加的充實美容跟美髮業的 一個專業知能 具備美容美髮行職業工作的一個 基本能力 那麼第二個呢 也是具備呢 能夠繼續進修的興趣跟學習能力 滿足呢 業界缺工的需求 其實 美容業 美髮業 在這個部分 還是蠻缺工的 因為我們從 每一年這個 輪調式建教合作班 他們的這個建教生的一個需求量 我們可以了解 這一塊 參觀科跟美容美髮業 這個部分 幾乎每 我們剛剛做一個統計 每一年 建教生的需求量超過一萬人 那麼 第四呢 我們引導學生呢 做一個更多元的一個創作發想 那麼跟時尚髮型同步的一個流行 培育出更具國際觀的一個專業人才 第五個呢 能夠提升學生人文跟科技的素養 豐富生活內涵 增進呢 對藝術美感生活的一個能力 好 那麼 最後呢 我一直很推崇 這個鄭葉祥教授 在 他的一個教育領導 跟教育革新 新犯式 這一本書裡邊 他有一個多元學習的 多元智能的一個學習 這樣的一個結構圖 我想 我在這裡邊呢 把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我們 在做學校本位課程的時候 其實 你的一個突發點 在這個時代裡邊 無非 就要涵蓋到 讓我們的孩子學習 這些智能 第一個呢 就是呢 讓他擁有學習的智能 我們的孩子呢 是 不懂的學習方法 不是他不會學習 不想學習 所以我們要怎麼教他 怎麼去學習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呢 科技智能 這是一個科技化時代 科技的能力呢 很重要 今年的台灣省的校長領選 考題之一就是 科技 科技時代 你一個 你怎麼去做科技領導 這是校長的一個考題 今年的領選 校長領選 台灣省部分 台北市沒有這樣的一個考試 好 那麼 第三個智能就是 經濟智能 怎麼樣讓我們的孩子呢 知道 這個 使用 金錢 或者是 對於經濟的一個 這個廣益 經濟的廣益的 基本能力的一個 了解跟培養 還有呢 社會的一個 對社會的一個智能 其實我們都會感受到 我們的孩子很缺乏 這個社會的一個能力 而我們人 就是一個 社會群組裡面的 一個分子 如何 讓我們的孩子 能夠及早呢 去了解 這個社會 社會 能夠呢 去 讓我們的孩子呢 具備有一個 社會的智能 也是很重要 政治的智能 我們的孩子 怎麼樣子去了解 政治是為何物 其實我們人活著 從定義來講 我們永遠沒有一個人 能夠離開政治 再來就是文化的一個智能 我們如何 能以我們的一個 了解我們民主的文化 我們區域的文化 我們組織的文化 那麼 這樣呢 做一個文化的一個傳承 像我常跟我們參館科的老師講 中國 在餐飲的文化裡頭 有所謂的八大菜系 我們怎麼去融合八大菜系 我們怎麼去融合八大菜系 台灣的菜還不納入這個八大菜系之列 那我們台灣人的口味就是比較 這個有我們的台灣人的一個 一個吃的一個藝術 我們怎麼樣的來提升 我們這個飲食的文化 台灣的飲食文化 然後把它擴展出去 這個都很重要 那其他我想呢 當然就是說 多元智能裡邊呢 還要去重視個別化的問題 本地化的問題 還有全球化的問題 做這樣的一個整體的一個連結 我覺得呢 這是一個相當相當 很有意思 讓我們去思考的一個 課程規劃的一個想法 那我想呢 佔用了很多的時間 最後呢 我要再 保個人的一些 一個想法 想法呢 融縮成三句話 那麼來 向各位有一個請教 我一直認為 課程的一個規劃呢 無非就是要注意三點 第一個就是 適性的發展 要適性發展 我們的孩子 其實他不是不行 其實他很行 我們怎麼讓他去 得到一個適性的一個學習 未來呢 去做好他的一個適性的發展 我想 這個是我們課程規劃上面呢 很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個呢 要讓他 容許他 讓他有多元的一個選擇 坦白講我們現在 很少能做到 讓孩子呢 做多元化選擇的 空間 跟機會 怎麼讓開放 當然我們目前為止 還有很多 教育設備上的一個限制 不容易一時之間呢 能夠達成 但是呢 總要有這樣的一個理想 最後一個就是尊重決定 尊重決定 我們怎麼尊重我們孩子 他做 怎樣的一個抉擇 我想這是我們在課程規劃上 很必須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呢 在校本課程的規劃上 我寧可呢 我開很多很多的課 讓孩子呢 去 選課 必要的話 就是呢 我去做 跑班的方式 那當然呢 這 在 很多的學校 尤其是在 中小型的學校裡面 因愛與空間設備的問題上 可能 短時間不容易達到 不過 我有信心 至少在 2014年 也就103年之後 絕對有機會讓我達成的 為什麼 因為103年之後 我們的 聲援數 成陡質的下降 陡質的下降之後 學生人數一定會減少 空間一定會多出來 到時候 這一些 我相信 我就有機會 能夠做到 這一種 多元 選擇的 這個 理想 我想 以上呢 我就 就這樣的一個 這個 過 加一加指 在做 調整社科部分 我們做的 課程規劃的 一個想法 跟我們的做法 來 向各位 做一個請教 那如果呢 做得不夠 詳細的地方 或者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也請各位呢 隨時呢 給我做一個指導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各位 辛苦大家 謝謝 謝謝 各位 教育先進 各位 工作夥伴 大家午安 接下來呢 就由動力機械群科中心學校 國立彰化十大復工 來進行 簡單的 職業學校本類課程規劃的 食物經驗分享 那我們在 進行這個食物經驗分享之前 因為 可能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對於動力機械群 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那早上呢 其實 鄭教授也一直提到 動力機械群提了好幾次 我本來在底下打瞌睡一下 就驚醒過來了 動力機械群的確 在我們 15個群裡面 算是它有特殊的 很特殊的幾個地方 比如說 第一個 它的規模並不算大 它只有 五個科 汽車科 動力機械科 飛機修護 還有重機跟農機 它只有五個科 那全國呢 大概有101所效科 其中 百分之 將近百分之九十都是汽車科 所以在一個群裡面 當它的科 是 它的成員數是不對等的時候 往往 就會產生 一些的 課程架構 以及核心科目 就是佈定必修科目 以及它考科方面的 一種爭議 尤其是 當我們碰到 大多數的 學校 要去遷就 少數學校的時候 這種的 爭議性會更大 所以 這幾年來 我們發現 動力機械群的學校 似乎 這幾年來 都存在有 這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呢 可能還存在的 就是有關於 課綱的問題 那麼課綱 修訂 從 九五站綱開始呢 因為 在 布定核心科目 的科目 跟以往 差異性很大 我想在十五個群裡面 大概動力機械群的差異會最大 在 布定的 必修課程裡面 有九個科目 其中 有四個科目 是新增的 將近百分之五十 那這四個新增的科目呢 它的課程的內容 課綱的內容 又存在有爭議性 本身的科目 就已經有一點爭議了 再加上它的課綱的內容 又有爭議性 因此 這麼累增下來的結果呢 一直到現在 課綱的修訂 每年 這種的要求都不絕一二 所以 目前群科中心 動力機械群科中心這邊 我們除了要去 做一些課綱 再修訂的一個推動 一種需求推動之外 另外的 可能要來做 還沒有修訂之前的修補工作 就是 配合考科 有關課綱的內容 要去做 前端課程修訂的 這個部分 所以呢 我想今天 跟各位報告的 大概就是群科中心這幾年來 有關於校本課程裡面 所在推動的事情 我們的一些做法 那 報告的內容 我想主要是針對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校科的定位 絕大部分的學校應該很明確定位 我們學校的定位是在哪裡 簡單的來講 是不是 早上有教授講的 很沒有特色的 就是升學 那很遺憾的 可能我們張師傅工呢 也被定位在這一類的 他就是升學 我們一直想要脫離這個 是不是可以不要升學 我們來做我們的特色 但是呢 我們也必須要去考慮到 家長的需求 學生的需求 那這方面的需求 如果我們不去重視的話 那 似乎我們也對學生跟家長 無法交代 所以第一個 我們也很明確的定位到 我們學校大概也就是在 升學為導向 這是在校科的定位 第二個 我們如果學校的定位清楚之後 我們目前現存的課程 到底存在哪一些的缺失 如何去做改善 那我們學校的做法 大概就是從 SWART分析裡面的 缺點弱勢去做加強 第三個 既然有改進的方法 目標出現了 那麼如何去做改善 你要先做什麼樣科目的調整 如何去做課程內容的增三 這個流程是怎麼樣 我想這是三個主題 像各位先進我們今天要做報告的 這三個主題 那麼我們在大綱裡面 因為龍龍總總有提了很多 那還好 像第一個是有關於動力機械群 課綱的教學科目學問術的 這個部分早上我們在 鄭教授他大概都已經有介紹過 那課程發展組織 學校裡面都有 各科 校科裡面的 包括科裡面 群科的課程發展 那接著到校的發展 那個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這是課程發展組織 那這些流程跟工作要項 我想資料裡面有 就要麻煩各位先進大家做參考 另外是學校的背景分析 整體的課程規劃 以及動力群的SWART分析 那這就是我剛剛有 跟各位介紹的第二點 我們從SWART分析裡面 針對SWART分析裡面的缺點 弱跟威脅 這方面我們去提課程的發展修訂 那另外的是 張氏復工的動力機械群 它的課程架構表 以及校定科目 這些如何根據SWART分析 去做的調整 那最後就是 校本課程的開發 這幾年來我們所做的 前端課程的校本開發的流程 好 首先是有關於 動力機械群的課程綱要 教學史科目跟學分數 這是我們在99課綱裡面 所佈定下來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全國都一致 我就不再贅述 那麼課程的發展組織 學校裡面當然是有教學研究會 教學研究會 那麼在張氏復工的動力機械群 它就只有汽車科 就只有一個單科而已 那所以呢 有關於課程的發展 還是尋這個模式 由科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去提修正的建立 送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去做最後的確認 本校還有其他的群 我想這個各位就做參考 那它的審查的機制 跟它的走的流程 大概都是這個流程 各科大概是提出他的老師 會先去做我們課程 要去修訂的一個計畫 包括初步的科的科目大藥 這只是做初步 然後經過研究會的原理 然後到學校裡面的 課程發展委員會去做修訂 絕大部分的學校 還是預選著這個流程在走 各項的章程跟辦法與細則 學校的行政系統 是要去處理的 包括一些的課程的編排的原則 選課的方式 我想這是學校的各處是 尤其是教育處這邊 去協助做訂定的 師資人力的資源的規劃 這個也是在教育處 配合人事室去做規劃 像動力機械群 在課程裡面 新設的課程裡面 跟以往完全不一樣的 有四個科目 其中呢 比重最重的就是電的方面 電工電子 所以呢 我們發現最近這幾年 幾乎所有的動力機械群的學校 在教師甄選的時候 電工電子 就是它的一個重點項目 它配合著課綱的修訂呢 師資人力的規劃 我想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好 那麼 它的一些工作要領 我想就 這個跑到後面去了 空間資源的規劃 以及設備資源的規劃 社會資源的規劃應用 我想在課程的修訂的時候 這些是可以 必須要納入考慮的 空間資源的規劃 以及設備資源 目前我們所碰到的問題 很多的科 現在一直對於電腦教室的需求 一直在增加 電腦教室 因為很多的課程 它可以用模擬的方式去進行 我不曉得各位各個學校 是不是有碰到這種情況 很多的課它都要求要有電腦教室 然後呢 用模擬的方式去進行 因為現在 似乎動手做的實習操作的 一方面遷就於設備 二來遷就於空間 所以呢 很多都改成要用電腦模擬 所以對於整個學校的電腦教室的需求量 會越來越大 當然這個學校可能就要去考量啦 我們的設備資源的規劃 是否能夠符合 那麼社會資源的規劃與應用 比方說在學校裡面 可能有一些的設備 沒有辦法立即購置 或者是經費真的比較龐大 我們還好 98年我們還有特別預算 國立學校都獲得相當大的補助 可以把課綱所需要的設備 大概都已經補充的差不多了 但是早上鄭教授也講到 真的我們餓了八年十年了 那麼一過來的這兩三千萬每一個學校呢 事實上先補充的是我們99課綱 95站綱裡面所提到的 各群科的設備基準的東西 至於說校本課程你要去發揮的 有沒有辦法去補足 很抱歉 這個答案大家都知道 永遠滿足不了 就算每一年都來98特別預算 都給你兩千多萬 學校還是會說設備還是不夠 所以如何能夠運用企業界的資源 社會團體的資源 各個學校我們可以來努力 我們學校還好有許多傑出的畢業校友 這幾年來我們校友捐贈CNC的加工機 我們陸續已經 校友已經捐贈兩台了 所以我們可以成立一個CNC的檢定廠 陸陸續續我們還有校友 我想在座很多學校也有很多傑出的校友 那這些校友 他們覺得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熱忱 要來對學校有所貢獻 只是那一條線怎麼把它搭起來 怎麼把它牽上去 那這個就要學校裡面大家主動出擊 我們可以一起來努力的 好 溝通的選擇 我想這個資料裡面有 就請各位先進做參考 好 那麼我剛剛有提到 課程 校本課程的發展 事實上它是來自於哪裡呢 是來自於學校裡面 跟群科裡面的SWAT分析 那SWAT分析優勢當然我們具備的優勢 就是我們好的地方能夠繼續保持 而劣勢的地方 缺點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要針對它去做改變的 這個可能每個學校的特性不太一樣 那我只是粗列的列出來 是我們學校自己內部做的SWAT分析 那麼給各位做參考 那麼根據我們SWAT分析裡面的劣勢 這個分析的因素 包含的項目 可能包括規模 我們學校真的很小 只有五公頃 但是這個可能只是一個 校科規劃的一個小小的因素 硬體的設備的部分 失智的結構 學生的數值 我們學校的數值還算中上 所以呢 學生幾乎都是要升學 包括那個學障的學生 身心障礙的他也要升學 你問他他還是要升學 所以有時候家長跟學生的需求 似乎也會影響到我們學校的走向 家長的參與 家長 我前幾天還碰到一位家長 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們老師上課的時候 不用跟學生講太多的人生的道理 或是行為規範 這些回來我們都可以自己教 你們只要在課堂上 把要考的部分好好講完就好 我碰到我是親耳接到的電話 那我是覺得說 面對這種的家長 有時候你也是很無奈 那我們只能夠把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只能盡量 那行政人員的部分 教務的工作 學務的促世的一些優劣式的分析 我想這個部分 請各位先進做參考 我就不直接 不再做講述了 那整體課程的規劃 我們當然是在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 我們學校有一個做法 因為既然我們被定位 我們的自己定位 是以升學為導向的話 那我們的做法大概就是 高一高二 我們大概都會把考科上完的 高三大概都是呼吸 這個講起來似乎是有一點 跟我們的正常的 這個教學的那個步調 是好像有一點點的違背 但是呢 很多學校的確都是這樣做 高一高二 他們幾乎都已經把考科都上完 高三就是在做呼吸 那麼也不是說 就把它跳掉 而是說 學校裡面 我們會 考慮運用寒暑 暑假的輔導課 以及第八節的輔導課 當然說是增廣教學 但是呢 在增廣裡面其實就是有一些的進度在 好 剛剛是屬於學校的SWAT分析 那是比較大層面 但是呢 真正來決定影響到我們的 校本課程發展的 應該是在課裡面的SWAT分析 那麼優點的部分 我想大概就不再多談 缺點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來考慮 我們課程如何做調整的地方 好 在缺點的部分 其中呢 我們就提到了一個是 電子的部分 當然大家也都了解到 動力機械群 其中百分之 將近百分之90是汽車科 那麼汽車裡面現在的 汽車電子應用的非常廣泛 非常的多 所以呢 電工電子 這個部分是在動力機械群裡面 它被列為不定必修 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我們也了解到 電子在動力機械群 往後學生的進入發展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現在似乎電子的課程 基礎的課程比較少比較弱 有必要朝這方面去做加強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英文能力 那動力機械群其實很多的修術手冊都是原文的 所以英文的能力是要去做加強的 好 那麼根據這幾個 我們提到的 至少我們有看到電子的部分 英文的部分 如何去做改善 那麼目前呢 我們所做的方式是 增開基本電學跟汽車電子學 這個是來補電學方面的不足 另外呢我們就是進行電工電子前端課程的開發 這個是我第三個部分要跟各位介紹的 我們如何去做前端課程的教材 那個大綱課程綱要的開發 這個發展基礎電工學跟基礎電子學的課程綱要 那麼另外呢就是在校定科目當中 我們也都開設了實習課程 我們就是把一些的專業的理論課 我們將它盡量朝向實習課方面去做 讓學生的實習操作多一點 第五個有關英文的部分 我們開設了一班跟專業英文科目 還有呢專業英文的課程 專業英文就是汽車的行業英文 本校呢我剛剛有提過是定位在於升學取向 所以呢其實國英數我們的學分數都加的比較多 國文我們加到22節 英文24節三連下來 數學加到22節 所以國英數的節數算是相當的多 那這個當然是一方面是引領學生的升學需求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英文的部分 我們大概已經加到國英數裡面 是英文的節數是最多的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是再加了一個汽車的行業英文 好這是動力機械群的課程架構表 在我們學校就是師大福宮這邊 大概所使用的一個課程架構表 這邊我們是有加了基本電學 還有汽車電子學 雖然各自有一個學分 但是這是在表定的 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我們在第八節的輔導課 以及寒暑假的輔導課 大概都有電學的加強 另外就是汽車行業英文 在前端課程的開發的部分 我想跟各位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電工電子在動力機械群的 這個95張剛跟99克剛把它列定下去之後 它是概論與實習各四學分的 抱歉它是各三學分 各三學分 但是呢這個也是考科 四季二專統測的考科 那因為電工電子在動力機械群 它的重要性不管是在往後的進入 就是在就業職場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升學這個部分也好 它既是考科 又是往後在職場上面很重要的 一個一項的技能 所以呢 電工與電子這兩門課 它的課綱的內容訂定 以及教材的部分就非常的受到重視 那目前這兩個科目 大概普遍學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是 課綱訂下來的 它的項目 訂的項目呢 它有一個時數的建議 但是呢在教材編撰者 教材的編撰者呢 似乎不太會去留意到 這個章節它所建立的時數是多少 比方說某一個單元呢 它的建議授課的時數是兩個小時 但是呢教材編撰的 可能沒有去注意到這個 建議授課時數是兩個小時 它會把很多相關的知識都放進來 這個可能會六個小時你都上不完 那麼因為考試的時候 會用到 會用到 這個教課書會用到 那麼他們作者會很擔心 萬一考試考出來 我的課本裡面 我寫的課本裡面沒有 那以後沒有人會用這本課本的 好 那當假出版社所出的這本課本 有寫到這一些 我是以出版社的另外一個作者 當我來寫這個教科書的時候 我寫的一定 除了他有寫的我有寫進來之外 他沒寫的我也會寫進去 好 所以呢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的這個書呢 它的內容又更多了 第三家看到了 他寫的可能比他們兩家的還要多了 這是我們目前所存在的 大概教材的部分 跟課剛他的建議的時數差異性就非常大 好 根據這個問題 根據這個困難點 在動力機械群幾乎每一年的科主任會議 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各個學校都有提出這個問題來 那當時我們就朝兩方面去進行 去解決 第一個部分就是 既然課剛暫時沒有辦法改 這是在前一兩年那時候 我們今天終於聽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課剛是可以改的 可以修訂的 所以我們會來推動 課剛能夠做一個修訂 那麼在還沒有修訂之前 我們朝兩個方向去做 一個是做課程的前端課程 我們做補救 就是說這個既然結束不夠 三個小時而已你要上那麼多的東西 結束不夠 好 我們來增加結束 來電學來增加結束 不管是基本電學也好 或者是說電工學這一類的 增加他的結束 第二個呢 銜接教材 那既然你前端的銜接教材 你必須要去開發 那開發就有一個流程跟機制 怎麼樣能夠把這個 教材科目跟教材能夠開發出來 那這個不是說我們找幾個人 我們來寫一個教材 我們就拿出來用了 我們有這一個流程在走 這個流程是怎麼樣 我們有這一個流程圖 學校他可能有提出需求 今天我們都知道 電工跟電子 課程很深很廣 那授課的時數不夠 我們需要有一些的前端的銜接課程 就是前端更基礎的課程 那麼學校有提出這麼一個需求來 這個群歌中心這邊 我們會去做評估 那群歌中心不是我們幾個人 或是由我來決定 群歌中心這邊是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初步討論之後 我們就送到群科裡面的委員聯席會議 委員聯席會議會去做決議 如果他們提出來的這個學校 學校或是老師提出來的 這個課程的發展 課程的這個科目 或是他的教材 有這個需求 那是否我們要去做開發 如果是稀有類科 或是說他提出來的科目 我們坊間已經有類似的教材 我們已經可以參考去使用了 或者是說你提出來的 這個提出來的是很稀有的很少的 那這可能我們就要推薦到另外的所謂的稀有類科的教材 編轉 教材的發展的另外的那個計畫去做協助開發 那如果在群歌中心這邊的委員會議裡面我們評估 那評估之後不可行 我們回護學校 可行的話 我們會到動力機械群的科主人會議去做討論 那每一年我們都會召開 至少會召開一次的動力機械群的科主人會議 那這個學年度的我們也在八月份剛召開過 科主人會議大家去做再一次的討論 那討論之後 因為這個時候是全國各個學校 他們的科主人或是代表會來 大家去做議決 如果議決決定不擬定 那我們就是回去回覆到需求的學校 好如果確定了這個科目是應該要去研發開發的 我們就會送到有一個草擬小組去 那根據這個科目呢 我們邀請專家學者高中子的老師 我們草擬校定科目的教學綱藥跟科目大藥 像之前動力機械群這邊所開發的 就是兩門的課程 一門叫做基礎電工學 一門叫做基礎電子學 那這個也是在科主人會議當中討論決議的 之後呢 我們就請專家學者跟高中子的教師 我們去草擬這個課程的教學綱藥以及科目大藥 草擬完之後 我們辦理網路公聽會 我們發文給各個學校 我們已經把大綱已經草擬出來了 那請大家在某一個實線裡面到網路上去做網路公聽 提供意見 網路公聽會完之後 我們就由專家學者跟高中子的教師 我們召開校定科目綱藥及科目大藥的專家會議 我們去審議 審定完修訂完之後 我們就在群科中心的網站 以及科主人會議的時候就做公告 這是我們整個課程開發的一個流程 這是當初我們在科主人會議的時候 因為經過了幾次的討論 我們將它定位 在之前的銜接課程定位為 基礎電工學跟基礎電子學 那也有一些建議開設的時間點 草擬完之後 我們進行網路公聽會 我們進行網路公聽 網路公聽會完之後 我們就召開課程委員跟 抱歉 不是這個 這個是專家的座談會 專家 教學大綱跟科目大藥的專家會議 由大學的課程 這些的課程專家 還有高中職的老師代表 那麼一同對於課綱的部分 這是屬於校定的 這是校本課程裡面的 那麼去做這些課綱裡面的 內容跟它的時數的審查 那麼審查完之後呢 我們定案 修訂完了我們定案 定案之後我們就公布出來 那公布完之後 我們就是請有興趣的老師 來幫忙 左手去寫這個教材 然後給我們各個學校來使用 那除了我們做前端銜接課程的發展之外呢 另外我們還召開了一個叫 課綱委員及教材編撰者的座談會 這個呢 就是針對現在的課綱 動力機械群裡面的課綱裡面的電工跟電子 我們剛剛我大概敘述了一下 因為教材越寫越多 越寫越廣 那不只是老師在教學上很困擾 學生在學上面更困擾 我們曾經有電機電子群的老師看到 動力機械群的電工概論理實習 還有電子概論理實習的那些課本 他看了之後呢 他非常的敬佩我們動力機械群的同學 他們說啊 依照電機電子群的學生 來上我們的那個電工概論 或電子概論的話 可能要高三的程度 而且要時間可能要我們的兩倍到三倍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那個教材內容上完 我們竟然可以在一個學期三個小時裡面把它上完 所以呢 在教材方面 我們如何去做補救 這個就是 除了我們剛剛 我剛剛講的是屬於前端課程的開發之外 另外的就是針對現在已經在走的課綱 現行的課綱 電工電子的部分 課綱我們如何去做約束跟修訂 那我們就召開了課綱委員跟教材編撰者的座談會 我們希望那個審查委員 你能夠幫忙踩一下煞車 當我們的作者把我們的教材寫好之後 要讓我們的審查委員去審的時候 請審查委員也能夠看一下 授課的建議時數跟他教材的內容是否混合 就是我剛剛提的 這個單元我們的授課的時數只有兩個小時 但是他的教材寫得那麼多那麼廣 你可能六個小時八個小時你都上不完 也請我們的審查委員能夠幫我們把關一下 你也沒幫你過 你請他再修一修 當然這個有沒有約束力 很有限 這個很有限 但是群共中心這邊 我們也在去年12月 我們也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變成說可能在前端的課程的教材 那個課綱跟教材的開發 我們有一套的流程在走 另外的就是在做補救 在做補救 當然我們很高興 但是課綱我們終於聽到說 不是不能改喔 是可以改 我想這個對動力機械群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那麼課綱是引領著後續 包括學生的進入 包括課程的規劃 升學的考科 這些都是源自於我們的課綱 最源頭的地方 如果可以做一些調整修正的話 我想動力機械群可能他的爭議性 爭執點會降低很多 所以這幾年來 我們也一直在朝這方面來做努力 那我們也期待說課綱的這個問題 能夠早一點的修訂 能夠符合各個學校的需求 那麼也真的能夠配合到 我們往後呢 技職的發展 然後12年的國教的推動 來做銜接 以上是動力機械群有關於 我們在校本課程所做的一些過程 提供給各位做先進 先進能夠做參考 或許在一些的做法上面 或是在流程的介紹上面 不是很詳細 還請各位先進多多的包涵 那也歡迎各位隨時給予指導 再次的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那因為大家從早上一直聽演講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疲憊 不過不用太緊張 因為海事水產群 是一個非常迷你的科 剛剛我聽了我們陳瑞州陳主任有提過說 動力機械群它是一個很小的群 那聽了之後 海事水產群的感慨就更深 因為我們更迷你 他們有五個科 我們只有四個科 不過我們唯一很自豪的是 他們遍布在台灣本島 那我們是遍布在台灣本島 離島還有外島 等於是我們的版圖是最大的 那在講這個課程之前 我想說先提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本位課程的規劃的部分 因為大家 各位先進從早上一直上課到現在 也都非常的清楚 那對於本位課程規劃的部分 我就不再贅述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有關於課程編傳的部分 其實聽了動力機械群之後 真的讓我們很羨慕 因為動力機械群 它光汽車課就有100個學校 所以所有的書商都非常樂意了 來參與這一塊 大家都搶得要編傳書籍 可是反觀海事群這一塊 是沒有人願意幫我們編書 唯一在20年前 有一個出版社叫做華香園 那一套書是由海大主導 海大的教授去編 然後華香園印了兩刷之後 他說他再也不印了 因為兩刷賣到現在20年 還沒賣完 所以我們的學生其實 在課程的部分 在教材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很潰乏的 我們雖然說非常勉為其難的 還是在用華香園那一套書 可是實際上我們各個 我們群裡面所有的老師 其實我們用的都是自編教材 因為20年前的東西 跟現在的東西 其實對船上來講 其實它變化是非常的大的 20年前 他可能還在用燃氣渦輪機 可是現在的船 你可能找不到燃氣渦輪機 它所有都是柴油機 包括有更先進的 他可能把太陽能都運用上去了 可是我們總不能把20年前的東西 拿來教學生 然後告訴學生說 這個是你未來要去跑的船 我相信學生如果聽我們這樣上完課 可能沒有人願意去跑船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製編很多的教材 那利用我們的製編教材 在上課內容去加深加廣 也讓我們學生對於海事這一塊 一直會有很有信心 那一開始我想說 針對於我們海事水產群的 特色課程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首先我可能會稍微談一下 就是說海洋跟海事水產的一個現況 那接下來是我們學校的分佈 以及包括我們兩個 我們是海事跟水產兩個群 合併在一起 那總共有四個科 包括有航海 輪跡 漁業 還有水產 水產養殖的部分 那其實台灣的海洋教育 從1988年開始 從1988年開始 一直到2001年 2004年 一直到2007年 才正式定調我們所謂的海洋教育政策 白皮書 那我們所有的海事教育 在這個基礎上 才開始有了所謂的很明確的一個目標 一個發展的方向 那其實海洋對台灣來講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台灣就是一個島國 那四面環海你不發展海洋 那你要發展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很怪 其實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可是其實我們常常會在報章媒體上面 會很多人去不承認說 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 那我們就會常常講說 日本跟台灣是一樣的 日本也是四面環海 他們是大力的去發展海洋教育 可是在台灣這一塊 其實海洋教育真正做的 其實非常的少 那我在這邊大概可以講一個 我自己的親身體驗 就是我在擔任科主任的時候 我們帶學生到日本 到日本鹿兒島 南九州的部分鹿兒島 我們去做海上實習 那當時去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邀請當地的旅行社 幫我們安排一所學校讓我們去參觀 那我們去參觀的時候 他是安排當時鹿兒島海事學校 讓我們去參觀 那我們去參觀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那個學校很迷你 他全校只有300個學生 可是他讓我們很羨慕 三百個學生一年他擁有台幣 一億四千萬的教育預算 然後有兩艘實習船 一艘六百噸的 他叫近海 他們近海養殖科 他們在做近海沿海養殖用的 有一艘一千噸的實習船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一千噸在做什麼 他說一千噸他們只是做 他們離島航行用的 就是說日本有四個島 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 他們只是在做跨島實習用的 那我們就很好奇啊 就問他說 那你們難道沒有到國外去 到國外去航行 他說有啊 他說他們國外航行的時候呢 是國家 國家有類似像我們在交通部 有一個類似就是說 實習的一個單位 然後他們會派遣專業的實習船 一萬兩千噸的船 然後從日本然後帶著學生 三十天來回夏威夷 做一個海上航行 那反觀台灣的海事教育 我們有一艘實習船 叫玉英二號 等一下照片大家會看得到 他是很大 一千八百四十噸 用到現在已經十九年了 還在繼續很努力的航行 努力的在造就我們的海事教育的學生 那其實我們去看過之後 我們就回過頭來回去看說 為什麼台灣的海事教育是這樣的走法 其實我是覺得說這個真的很需要去深思 那我們學校的分佈 以海事群來講 它有分為航海科跟輪跡科 那航海科目前有設校的 就是有基隆海事跟彭物海事兩所學校 那輪跡科的話有五所學校 包括蘇澳 基隆 澎湖 還有市立的中華山海還有本校 那水坦群的部分有水坦養殖科 那水坦養殖科在海事水坦群來講 它是屬於比較大的板塊 因為它包括中和高中還有執校的部分 它總共有九所學校 那漁業科目前呢 對不起 這個是我物質 漁業科的部分是有四所學校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的版圖非常的大 因為包括台灣本島 離島 外島 整個都有 那其實航海科的部分 對我們各位先進來講 它是比較陌生的 其實航海科它最主要是在談 有關於船舶以及導航系統整個 那航海跟輪跡還有漁業這三個科 它都必須要受到國際公約的規範 我們在座各位先進 在學校裡面所教授的所有的類科 它在畢業以後它會很明確 你就是可以選擇升學路線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就業路線 那我相信以高職本身的專業能力 它畢業之後它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可是呢 航海輪跡的學生 他畢業之後 如果他沒有選擇再深讀大學 他在一般的工作是很難找得到的 是不容易找得到的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航海輪跡它畢業可以做什麼 其實航海輪跡它還可以跑船 可是它跑船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他必須要經過河海特考 那河海特考是我們國家考試 跟我們考選部主辦的國家考試 也就是說我們的就業比別的職科 它要困難很多 因為他必須要先經過國家考試 他必須要取得認證 取得認證之後 他還必須要去海上航行實習半年 那回來取得試任證書 交通部會發給他試任證書 他才可以真正到海上去工作 可是在明年度開始 我們的國際工業STCW2012 開始實施之後 他把二等的部分 也就是說高職的部分 他所要求的 會比現在還要更嚴格 所以大部分台灣的船公司 他都寧願把 雖然是二等的工作 可是他都寧願去聘一等的船員來做 那一等的船員就是說 他一定要經過專科或是大學畢業 他才可以考一等 這個是我們跟別人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我們所有的課程 它必須要跟國際相約 必須要能夠相結合 所以我等一下在講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國內是比較少見的 譬如說航海課的部分 它有所謂的天文航海 有所謂的船舶穩度 有所謂的防染 那個污染 國際公約 還有海洋氣象 那這個東西其實 它在國內 其實它的需求都很少 所以更難去談到說 有書商願意來幫我們編鑽這一類科的教材 那包括 避碰規則以及航行當值 包括電子航海 雷達航海 種種這些 這個都是屬於很專職的部分 那 在航海課的學生 他在三年的整個血涯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會有學到所謂的小艇駕駛的部分 那 這一艘就是我們的實習船 玉英二號 那 他也很努力 已經陪伴很多海事學校的學生 走過19個年頭 那 總共才1840噸 其實船不大 那 航海輪跡的學生 上了實習船之後 會有兩個 會有兩個很大不同的反應 一個就是 對海事工作充滿了信心 他一定要去跑船 那另外一種學生就是 上船之後 你就打死他 他再也不上船 因為 這艘船它的設計 它這艘船的設計 它是為了讓航行比較安全 所以 它比較會 就是 它的 動向橫擺會比較明顯 也就是說 當它蹦到側浪 側浪的時候 它船隻搖擺的會很明顯 那 人員在海 在船上的話 會比較不舒服 我們校長也很勇敢 我們校長在就任的第一年 就任的第一年 然後就跟我們的學生一起 從 從基隆出發 然後到琉球 然後 去了那一年是剛好 我們有史以來 跑過最差的一次天氣 因為剛好有兩個颱風夾擊 然後剛好在兩個颱風的那個 掃過的邊緣 然後我們的 那個實習船就從中間經過 那其實我們到琉球 只要23個鐘頭會到 結果他們那一次說 跑了46個鐘頭才到琉球 原因是因為 海流以及海象非常的不好 我們船上有一個東西叫做穩度計 那穩度計 它最大 這一艘船的最大擺動是42度 結果 船長跟我們講說 那一艘船破表 那個穩度計從來沒有回來過 也就是說都超過42度 好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一般的老師 其實沒有辦法去體驗的 也就是說我們 航海倫級的老師 我們要陪學生上船去實習 我們才會知道說 這些問題 那我們的學生畢業之後 我們都會希望說 他們到我們國內 其實我們國內的航運 在全世界排名是非常的好的 譬如說這個是萬海航運 它是7200Q的船 那我們的學生現在 以東安海是畢業的學生 我們現在有六個學生 在萬海公司上面 在跑貨櫃輪 萬海的 它本身的待遇也是非常的好 那這個是散裝貨輪 這個是在東安運通的子公司 它是專門跑高雄到澳洲 載運礦砂的 那輪跡的部分 它跟航海就不太一樣 我們講航海 它就是以甲板椅上駕駛台 這是它的工作範圍 那輪跡的話 就是甲板椅下 甲板椅下 包括船上所有的動力機械設備 全部都是歸輪跡來管 所以其實輪跡 它是所有的動力機械之母 所以我們輪跡如果 如果嚴格來講 它也可以跨到動力機械 只是說它的職場領域 不太一樣而已 那輪跡科本身 它是以航海為一個 實務性的一個輪跡課程 那在船上 只要匯動的設備 全部都歸輪跡科管 那主要的部分呢 它大概有分為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動力的部分 那製造的部分 控制的部分 還有海洋科技 這四個部分 那為什麼現在會這麼重視海洋科技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海洋 因為長時間稍受污染之後 我們整個漁獲量會減少 包括我們整個海洋污染 越來越嚴重 所以在SOLAS公約裡面 它也有提到 就是說你的船隻 如果你的相關的防護措施 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 進到其他國家的港口 你有可能會被扣船 所謂的扣船 就是你船隻 進到港口國 如果沒有依照他們的規定 沒有經過 那個聯合國海事組織 依謀的規定 他就可以 他就有權利把你扣下來 那扣下來之後 你就會影響到你船隻本身的進度 包括所有的人員 所以說其實 以海洋這一塊來講 其實它整個課程的規劃 其實會比陸地上 還要有更多的限制 那以我們現有的輪跡科 有五所學校來講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一些共通性的 課程 我們除了各校發展 校本位之外 我們會有一塊比較特殊的就是 我們會跟公約本身來做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 當這個公約 他未來 學生不管他是要就業 或者是要升學 希望我們所教授的這些科目 能夠跟公約做一個相關結合 包括我們剛剛一直提到說 學生他要升學考試 他有固定的升學考科 可是我們的學生他畢業之後 他必須要有一些考科 是必須要跟我們的 河海對河海特考能夠相銜接的 如果河海特考沒有辦法銜接 其實學生是沒有辦法去考國家考試的 所以我們的課程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變得會比較多元 包括我們的傳播電器操作 包括我們的東西設備拆裝 焊接還有自動控制等等 這個整個領域 這個是在船上 其實我們常會講說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那個什麼神鬼傳奇 那部片子 我們會覺得說 那個是一個很偉大的航行 其實如果說在座我們的師長 如果有機會可以到船上去做短帳的實習 其實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現在的船跟以前的船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的船在機艙裡面 我們上課常會跟學生講說 你不要只看鐵達尼號 鐵達尼號他可能還停留在機艙裡面 還必須要有人在夏天要只穿一條短褲 然後拿個鏟子在那邊產煤炭 產煤炭然後燃燒煤炭產生蒸氣 然後讓船隻有前進的動力 可是現在的船其實輪跡類科的學生 其實他並沒有這麼辛苦 他只要具備相關的基本能力 那取得他的證照之後 其實在機艙裡面 他有一個叫做輪跡控制室 他是在輪跡控制室裡面監控電腦 監控電腦就可以了 那每一個鐘頭他就到現場 我們可能稍微去看一下 那長榮海運他有一艘船更先進 他是把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的輪跡人員他在當班 是在他的寢室當班 他不需要到輪跡控制室 他是直接把電腦就切到他的寢室裡面 他在寢室裡面當班 那當電腦上面出現一些意外的訊號的時候 你再起來做排除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鍋爐的部分 那鍋爐我們都必須要去做實際上的操作 那這個是一個發電機 那這個是一個救生艇法 那這個是航海輪跡的學生 他必須要去學習的 也就是說我們常在跟學生講說 你要救人之前你要學會自救 當在海上航行 當然現在船隻非常的安全 可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萬一船隻發生一些意外的情形的時候 那你怎麼樣自救 所以我們必須要教授他 你會使用救生艇 你怎麼樣把救生艇你要拋海 萬一來不及拋海的時候那怎麼辦 那這個是在救生艇 我們在游泳池裡面學生在做一個操練 那這一張 各位師長你看 他們並不是在跳水上芭蕾 他是在學漂浮 穿著救生衣他怎麼學漂浮 也就是說 萬一船沈了 或是船發生意外急難的時候 你從那個大的船 那個大船 你從船旋上跳到海面上 那個高度都超過六成的高 所以你必須要很有勇氣能夠往下跳 可是往下跳的時候 你怎麼樣在對短的時間游離船 離開船一段時間 那避免萬一船沈了之後 因為會有拉力會把你往回拉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教學生說你怎麼樣自救 包括你怎麼樣漂浮 怎麼樣求援 這是我們的課程的一部分 那基本的滅火 這個就是在船上 當船發生一些緊急危難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利用船上的設備 去做一個滅火動作 那漁業課的部分 它最主要 最主要漁業課 台灣現在走的大概都是經濟漁業的部分 所以在漁業課課程裡面 它除了航海的課程之外 它還會有增加有所謂的漁具漁法 還有漁場探測 還有我們的漁撈設備 它一樣有航海的漁器等等這些部分 所以呢 在我們的課程規劃裡面 它一樣會有所謂的海水污染 它一樣會有漁撈 一樣會有海洋觀測 會有海途 那海途就是在畫我們的整個航線 那會有潛水的課程 會有漁類相關 還有包括航海的課程 這個部分 那這是一個拖網漁船 這是一個拖網漁船 那其實在這裡面 我們在去年度跟 我們在去年度跟那個 漁業署 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跟我們的海市垂涨群惑中心 這邊我們有做一個合作 也就是說我們把漁業科的課程 的基本安全訓練課程 我們把它結合 到我們的正規課程裡面 把它納到校本位課程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要納進來 因為要符合我們現在漁業署 它在推的一個叫做精製農業的 精進漁業的頓測 也就是說其實在以台灣現在的發展過程 願意到海上工作 尤其是做漁業這一塊 其實我們的那個 基本上它的那種意願度都不高 那為了要鼓勵我們的學生 能夠在畢業之後 他願意投到漁業科這個領域裡面 那所以為了要讓他能夠早一點 上到船上去工作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說 我們受到很多國際公約的規範 那漁業科這一塊它是比較少 你只要取得相關的證照之後 你可以上船去工作 可是在你沒有受完這些 基本安全訓練之前 你沒有拿到移民證之前 你還是沒有辦法出海 你還是沒有辦法出海 所以為了要推動我們的既定的漁業政策 所以我們跟我們的漁業署這邊有合作 我們把這些相關課程 把它納入正規課程 那從今年度開始 我們的一百年入學的學生 他的課程裡面 他只要到在這三年裡面 他把基本安全訓練的課程授完了 他在畢業之後 那學校會幫他認證 也就是說認證你這個課程 在校內授課的時候 它是及格的 那漁業署那邊 他就會同意發給你漁民證 那你畢業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到船上去工作 這個是漁業跟海事群不一樣 海事群是沒有辦法 海事群是你一定要去做海上實習的部分 他才可以去 那這個是黑鮪魚 這是 這個應該是去年 去年那個東港 因為是黑鮪魚大中 那黑鮪魚他們 我們有學生的家長 然後捕獲黑鮪魚 然後有跟我們講 我們就跑去拍照 那其實黑鮪魚 為什麼說 要把 就是說我們會這麼重視 我們海洋污染的部分 其實 我們的市場可能不太清楚 在10年前 我們每一次黑鮪魚 大概可以捕獲9千多 9千多尾的黑鮪魚 那921之後 量就驟減 921之後大概在6千尾 去年大概只有捕獲1千尾 那今年是捕獲將近600尾 其實那個漁獲量落差 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們當地的漁民 還有一些船老大 就跟我們講 他說明年要改航了 因為繼續這樣下去 大概沒有幾年 就沒有辦法捕獲黑鮪魚 那另外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黑鮪魚 其實我們在捕獲黑鮪魚 都是在 鵝蘭鮪比外海 一直到菲律賓交界 那個經濟海域重疊的地方 那個地方其實是一個 比較模糊的地帶 那早期因為菲律賓的漁民 他們的漁業技術很差的時候 他們捕不到黑鮪魚 其實都是台灣人在捕 可是因為 我們的 那個 漁業政策開放 包括引進很多的外籍勞工之後 那很多的菲律賓漁工就到台灣來 然後台灣人就帶來他出海 然後他就把這一套 捕獲黑鮪魚的技術 就把他學起來 然後他們就回到菲律賓去 然後其實現在他們 菲律賓本身的漁業技術 也跟台灣差不多 那差不多之後 其實他們的國家 他們就會派軍艦出來 就是說在那個模糊地帶 他們就會派 不同意台灣人在那個區塊 去捕獲黑鮪魚 那這個也是漁獲量會大部分 減少的一個 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金卓網的漁船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漁業科它是用捕獲 可是呢我們的海洋資源 總有一天會匱乏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就是說 用水潭養殖 那水潭養殖的部分 其實它最重要的是因為 我們全球的那個捕獲漁業 它已經沒有辦法增加攻擊量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水潭養殖的部分 去增加這個部分 增加這個區塊 而且呢水潭生物是人類很重要的一個 動物性蛋白的來源 那主要的供應是用魚撈還有養殖 這兩個部分 那當然在魚撈這一塊 越來越匱乏之後 那我們當然是會著重在於養殖這一塊 那以2007年來講台灣的漁獲 總量大概在950億 那總共大概是150萬公噸左右 那魚養殖那個水潭養殖科呢 它最主要的課程 包括我們的水潭養殖學 水潭經營學 還有我們的水族疾病學 水質分析等等這些部分 那我們有稍微把它做了一個 那個 我們那個水潭養殖科 在整個海市水潭群來講 它是一個最大的區塊 它總共有9所學校 那我們大概把他們的課程 大概把它做了一個統計 那就是魚類生理學 我們的養殖工程學 還有養殖經營學 還有水產微生物等等這些課程 那這個是海葡萄 這個是我們學校本身現在正在培養的 其實這個是非常有高經濟價值的 那這個是那個新班村苗 那如果也歡迎各位市長 如果有機會可以到我們學校來參觀 那這個部分是小丑魚 那小丑魚這個部分是我們養殖科養主任 他目前一直很大力想要去做的 去做的 那因為小丑魚雖然說 大家有去過海參館 看到它的小丑魚很漂亮 可是小丑魚其實它在養殖的過程 是很困難的 是非常的困難的 它從魚苗 它從魚苗大概比我的小子還要小 這樣開始養 養到 我們PowerPoint裡面這個圖片這麼大 最少要三年 最少要養三年 那我們的養主任就想說 養三年養這麼久 那倒不如去養成魚 我們去市面上買成魚來交配 然後再來養 可是這個成魚一對 就是一公一母這樣子 兩隻五千塊 然後不保證一定會繁殖下一代 它賣魚給你 可是它不保證一定會繁殖下一代 也就是說你回去試看看 如果死了就沒有了 就在養 所以其實小丑魚雖然說長大得很漂亮 可是其實它在養殖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是很難的 那第二個是水竹箱 其實在養殖科來講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 它在檢定的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水竹箱的設計 包括你製造水竹箱 然後包括整個景觀設計 這個也是他們專業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有關於海水養殖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學校是在 在屏東的屏南區 那因為屏南區這一帶 包括林邊加東這一帶 因為長期的養殖戶超抽地下水 所以會造成地層下限 所以921的時候 為什麼淹水淹那麼嚴重 其實跟地層下限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現在最近 大概都致力於海水養殖的部分 海水養殖的部分 所以淡水養殖的部分 我們是慢慢慢慢的減少 可是海水養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沿海 大概兩三海裡裡面的海水都很髒 都很髒 所以他必須要埋館埋到外海 埋到外海 然後再把海水抽進來過濾 然後再做養殖 那另外一個就是 要在學校本身打一口海水井 抽海水上來用 可是以屏東現在來講 大概你要找井都不會 那個縣政府都不會同意 因為地層下限的關係 所以他都不同意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傷腦筋 就是我們原本的管路 只有大概兩英寸寬的海水管 因為海水養殖量增加之後 其實這一塊是不足的 那不足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去再增加 讓量增加 可是要埋館到外海 其實那個工程非常大 而且其實經費方面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就跟我們學校旁邊的 東南海事所 我們就去徵詢他們說 是不是可以 因為他們也有埋海水管 因為他們也在做 那個海水養殖部分 那我們就徵詢說 他們的海水可不可以 一部分借給我們用 然後得到的答案是 他說他們自己已經不夠用了 他們也很煩惱 所以其實 對於海水養殖這一塊 其實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可是對於海水這個部分 海水怎麼樣去吸取 其實我們還需要 有很大的進步 那以上是我大概對於海水水產群 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 最想跟大家 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海水水產群 其實它是一個很特殊的類科 它雖然說 很稀有 可是它整個課程 它又必須要跟國際公約去接軌 那國際公約規範到的 它一定要做 它沒有做 我們的課程就不被接受 就不被接受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一個 我是認為說 其實是我們一個 跟其他的群科 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所以我們有一個 有什麼 就可以請盡管提出來 謝謝 好 主任各位敬愛的主任工作夥伴 我覺得我很高興喔 今天雖然下午 我還有兩個學程要跑 但是我覺得我留下來 聽很值得 那各位可以有一些 我剛剛聽的三位 包括我們嘉義商職的莊校長 還有我們動力紀憲型的陳指任 還有東港海事學校的指任 他在報告的過程之中 我歸納了幾個問題 幾個注意的地方 請各位 在整個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過程之中 必須要去了解 而且 使問題的一個釐清 第一個 我看到嘉義商職跟動力紀憲型 跟東南海事水產學校 他在課程的規劃上的一個共通性 是怎麼樣 他有沒有去跟社會的脈動去結合 有沒有 很重要 社會產業上的這個整個 他的結構 乃至於你看我們這邊水產 他整個未來的發展 整個的方向 包括國家考試等等 你都要去考慮到 包括我們整個的 產業他所需要的能力 你都要去報告 所以我早上特別強調 我們學校整個的課程規劃 你可以做SWAT的分析 但是課的規劃 我認為SWAT分析還不太過 最好能夠做到行業分析 你這一個行業在社會上的需求上 應該有哪些的基本能力 你必須要去了解 這樣你才有辦法 把整個學校的本位課程做出來 而絕對不是只有教育部 所公布的那些課程裡面 那些我國文幾協分 哪個幾協分 這樣把它填滿就可以了 這絕對是不是的 所以我第一點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來跟各位敬愛的工作夥伴 做一個奇緬 其實要有可能為課程的發展 前面那一段非常的重要 早上我特別講調 需求的評估 學生能力 這個科的行業 應該要具備哪些的能力 你一定要去做分析 這都是你規劃整個課程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參考 乃至於整個社會的需求 整個國家人才的資源 以及跟整個世界的脈動 你必須要去借軌 這是我們身為一個現代公民 也是一個現代教育者 並該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所以今天不管怎麼樣 三個起來報告 我覺得都非常的高興 你看前面莊校長 他怎麼樣 他洞察了這一個問題 然後他的美容科 未來的競爭力 可以不可以 他要不要改科 那如果不能 那個改科的問題 我先跟各位講 你要改科 這個就不是整個 我們課程發展的委員會的問題 這個教育部會有成立一個 改科社科的損查委員會 你必須從整個你學校的課程 SWAT分析 一直到整個課程的架構提出來 然後向你的指管機關建議 指管機關會請教育部 就成立一個課程發展委員會 不是 這是新社科的委員會來做審定 那這個審定裡面 包括你的師資設備 整個的課程架構 全部要送個案來 那一年大概會審查一次到兩次 這是我在這地方特別跟各位說明的 那當然你如果社科 然後整個的課程架構 能夠很這樣的順利是最好 如果沒有 你也可以從課程上去走索 我早上跟各位講的 你那個課程的特色 你怎麼樣去發展出來 我覺得剛剛幾位主任 來自於莊校長裡面 對於他那個科 他要發展什麼樣的特色 學生未來的能力 未來的走向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大家能夠注意的 這是第一個 跟各位共勉的 第二個各位不要忘記 你整個課程的發展 因為學校既然是學校本位課程 絕對不是少數校長 或者是家務主任 乃至於是說幾個科主任 這樣動出來的 你應該是學校前年參與 讓整個學校整個前年能夠了解 我現在學校本位課程是怎麼 規劃出來的 至少老師他參與他了解 那這樣學校的指令就什麼 會比較減少 那校長絕對於一根指認 一定要站在溝通協調的角色 關懷的角色 去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是我 83年在那個大岸高空的時候 新課程標準就是 事辦協定協文字 我一向那時候在 秘書的工作 就做這樣的一個協調工作 乃至一道木柵高空 教育主任、校長 以上都是這樣的原則 所以當然這個是 從63年在學校的時代 就參加課程的規劃 所累積來的一些經驗 所以希望你那個學生參與 你包括學生都可以問一問 你覺得你在練這個科 你覺得你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但是這個能力各位不要忘記 不是只有專業能力 知道我意思嗎 不是專業能力 像我現在在審查裡面 很多台北市的特殊學校 他弄出來不定是專業 比如他學生就是重視品德 有一所學校就是品德 校長親自什麼 開一個叫做品德教育的課 都是必修 那個學生 那個學校你看進去就不一樣 我有親自到那個學校 我有去仿視過 就是不一樣 所以校長的思維 你是一個課程領導 包括你教務主任 也要有那個課程領導的一個架式 你要好好去領導你整個學校 去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所以我早上也開中名義的跟各位講 我們有45%到55%這個空間 是在學校的 不要忘記這一塊 你是去那個教育部定的那個 布定的課程 只是一個共通性的課程 這個群的共通性課程 並不是你這個科的專業發展的專業課程 你要了解到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希望各位這第二點跟各位做免疫 那第三點我要跟各位談到的 就剛剛大家提到的 課綱修訂的前責 課綱修訂的前責 如果是布定的整個課程 課綱的架構 我們現在布定的科目 國文必須要舉協文 英文必須要舉協文 這些布定的課程標準裡面 這個前責不在學校 這是由教育部裡面 它會成立一個叫做 課程發展委員會 他們來 要不要修訂的 什麼時候該修訂的 這不是我們的前線 乃至也不是我們工作室的前線 也不是情歌中心的前線 那我們的前線 早上我特別跟各位講 在哪裡 校訂課程的部分 我覺得剛剛那個 那個 這個動力記憲性 彰化護工 陳瑞柔指定就很好 你發現我們的 布定課程 這個時事是少了 那我們學生能力 沒辦法達到 你在校本課程裡面去加它 這個就是對 這個校訂課程 這個每一年都可以去改 乃至於課綱教學時事都可以改 所以我在這地方釐清 我們課綱修訂的兩個前責 一個是布定的必修科目 這個是 不是 也不是我工作簽的前責 也不是我們情歌中心的工作前責 而是教育部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前責 那據我所做到 教育部課程發展委員會 在因應我們現在的整個 98年99年的課綱實施以後 它也開始慢慢要再成立 看看現在9899年裡面 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開始在蒐集資料 那作為修訂的整個課程的一個 課綱的整個的標準的一個參考 所以每一次的會議過程之中 如果你們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反映 那我們科康中心 在這裡的工作簽會收集所有的資料 然後作為我們下次 你該勤科中心的一個 該勤的課程修訂的一個參考 這是我第三個要 第四個要跟各位說明的 那第五個要跟各位說明的是怎麼樣 我剛剛講過 校定課程的實施是每一年你可以做檢討的 像我當初在木造高空當教務主任 乃至於當校長的過程之中 每一年我在五月底 一定會請各科的科主任 還有各科的各科造集人 要對今年的課程實施檢討 如果OK 你的會議紀錄裡面就是OK 經過所有老師簽名就是OK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哪一個科 哪一個科目 乃至於教學師是課章有問題 就有聲明禮物就要寫出來 然後呢 5月底 6月底 我就會召開前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各科所提出來的意見 然後去審議 覺得是不是應該修改 校本位的一個課綱 然後呢 覺得可以 那就是由前者教學執長 然後就要領軍開課程發展委員 然後做修訂 然後報你的教育指管機關 像現在台北市 你的教育指管機關是誰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你所有的台灣省裡 不管你的公司裡 你的指管機關是誰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高雄市你的指管機關是誰 就是那個什麼 你是國立的 你的教育指管機關就是中部辦公室 高雄市立的 你的教育指管 就是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那宋上記 高雄市政府 一般來講 教育指管機關 就會成立一個審查委員會 來審查 你這樣的更改 是不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來講 我去審查的時候 如果 必定課程你去審它 你去改它 是絕對不準的 如果你是校定課程 絕對尊重學校的課程 一定是 准以核備存查 所以這一點的誠意 你不要睡在 你讓它睡 所以我早上才在那邊講 你五月份 六月份 學校有沒有做課程的檢討 有沒有準備要修訂 你99年的那些課綱 校定的課綱 我先再重複講一遍喔 是校定課程喔 必修課程跟校定的什麼 選修課程喔 所以我在這地方 也在這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該報給誰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報 就是問你們的指管機關 那一般來講 你這個學習像我大概就是 七月底以前會把它修改完畢 然後八月份新生進來 就是以現在我們修訂的為主 就開始 今年的學生就開始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99年進來的新生 你所實施的課程 就是你99年報的 那三年的課程 你不能去動它 因為你既然進來的時候 你就是告訴所有的學生 因為你要告訴學生 你進來我就是這一盤菜給你吃 那如果你今年 一百年進來的新生 你有修訂 按照道理 你應該八月一號就要公佈 就是你進來的課程 就是這一套 乃至於我在木材高空的時候 新生訓練的時候 就把學校各科的課程手冊 就要交到聖上 然後呢所有的科責任 我一定安排一節課 對你的新生 講解你未來三年 在木材高空 即是說機械科 你三年裡面 我這個科要帶你什麼樣的方向 你應該學到什麼樣的課程 要做這樣的交代 各位試想一想 你是科責任 你有沒有這樣做到 你是教育主任 有沒有這樣去 不許到校長 校長有沒有這樣做 我跟你講 每年我一定這樣做 新生訓練 一定安排至少一個小時 到兩個小時 哪至於一個下午 就是科主任 對你的新生 新生 不是只有新生喔 連家長喔 都要到喔 那這個家長 對你的科 就會有什麼 產生認同感 然後會去努力去經營 我在木材高空 五年半的教育主任 六年半的校長 沒有一個家長會來跟我說 我兒子 叫你木材高空 這一個科 到底將來有什麼前途 新生訓練的時候 家長一例參加 就課程所說就交給你了 課主任 親自指示 說明課程所策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那個課程所策 各課的課程所策 是我們工作圈的發展重點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什麼 教大學那個什麼 座位一樣這樣 噗噗噗噗噗噗 這樣出去啊 不是這樣啊 所以在這地方 那個課程所策 它的價值跟意義在哪裡 就像你的兒子要念大學 大學裡面這個科系 也一定要把你的課程 跟架構 跟未來的發展 對你的大學生做一個什麼 交代 我們高職更始至此啊 所以在這地方也是 這個地方提出來 跟各位敬愛的工作辦 共同的勉勵 如果你沒有做到 現在可不可以補 可以 你就跟教育主任 跟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信勞主任 你們是不是開啟第一週 第二週有親職家長會議 有沒有 親職教育日有沒有 那個時候實施 趕快 沒有課程所策 回去趕快運 知道我意思嗎 你要對你的心聲 這樣的一個交代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我 第五點的一個奇蹟 第六點 我所看到的 就是各位在 做學校本位課程的 一個設計的時候 最大的禁忌是在哪裡 常常把技能檢定的 科目的名稱 就直接掛上去 我們不妨 我們技職 坦白講 有一些學生的程度不一樣 你要去加強技術 這是無可後悔 但是你不要把直接說 我隨便講一下 前功比影集檢定 這樣就掛上叫做你的課程名稱 可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很多都這樣子 美容秉級技術式檢定 藍法什麼秉級技術式檢定 這個科目絕對不能這樣掛的 你可以以美容美資 或者什麼樣的課程 你那個課綱 可以根據那個 你那個檢定的課綱去寫 但是你不能直接這樣掛 我們是職業學校 不是職業信念中心 我們的目標不一樣 職業學校的教育目標 跟 技術信念中心的教育目標不一樣 跟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實用技能班的 教育目標不一樣 我記得去年來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職業學校裡面的課程 比那個什麼 某一個時級 比那個什麼 那個實用技能班的課程還少 你要知道 技職教育的 那個實用技能班的 教育目標 跟職業學校的教育目標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你覺得那樣很重要 你可以不可以在 校本位課程去加強它 可以啊 但是你不能要求 每一個學校都要跟你一樣 所以我要再重複跟各位講一下 學校本位課程 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五 是操縱在你的手中 各位敬愛的工作夥伴 你的教育責任是很大的 是戰戰兢兢的 一定是要前提來參與 這時以上還沒有做各位沒有做問題答覆的時候 這六點報告也六點的齊喜 希望我們為整個技職教育來做努力 那忽然因為主任在我旁邊 我忽然想到 各位也知道 尤其勤科中心 剛剛我覺得像那個什麼 動力機械型的陳主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確實沒有錯 當時我們訂出來的課綱 是這樣子 三協分 然後呢 那個什麼 那個書商 越弄越多 搞不好要六七小時才能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又 這個考試又要考 在一定一個課程 應該把這個課程標準 我認為我們可以做的一個努力 就是把四季奧專的課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考試委員會 請來 聽聽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課程只有三節課 你出題不要出到那一個程度上 你出題不會出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那個書上你寫的都人家也不會去跟你買 知道嗎 所以一般來講 以前我在建議那個四季奧專的出題的時候 我都是建議它應該市面上 比如說我隨便講一下機械力寫 有錢罰書 有乳林書 有什麼書 這幾本書的書 全部都要拿到 然後這四本書裡面都有的 你才考 四本書裡面都沒有的 那我告訴你 我就會封你 知道你的意思嗎 你獨立某一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廠商 這個力氣你要用 知道嗎 那我覺得 動力機械庭很棒的地方 就是說 它可以去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機械庭是在九十六 九十五年就開始做的 找科主任 找一些專家 把一些重要的那個課程的綱要 布定科目的綱要把它訂出來 專家審查 我那時候很不錯的地方 就是台北市政府支持我 經費都是他出 所以我找教授來審查 誰來審查 都是他出 那我這地方很配合 很配合動力機械型 他有在做 不過有做比沒有做好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在這地方感恩大家 我今天也一起長得比較激動一點 平常你看我大概就是這樣 協佛的本性就是這樣 但是真的看到你們那種 一股澎湃的那種 為技術教育的那個 情緒又抒發出來 總之千年萬年 好不好 謝謝感恩大家